準備問號 報告委員會 蘇熙委員一組法定人數 来 各位媒体的朋友不好意思 现在宣布开会 首先进行报告事项 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 交通委员会第十九次 全民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105年6月8日星期三 上午九时一分至十二十三八分 地点本院喉咙二零会时 出席委员政委员保卿等十五人 列席委员陈文廷飞等二十六人 列席官员交通部长务次长范直谷等 主席曾召集委员选生 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 议事录确定 讨论事项审查委员陈超明等十九人拟据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九条之二 及第六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共十案 本日会议所列 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合并寻答 由委员萧美琴 李鸿军 陈欧珀及曾超明说明提案要旨 在由交通部长务次长范直谷 陆政司司长林济国报告及回应委员提案后 进入委员政保卿等十五人提出咨询 军经交通部长务次长范直谷及相关人分别予以答复 委员简东明等两人所提出面咨询 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决议一说明及寻答完毕 二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定期继续审查 三委员所提修正东一件列入公报记录 请交通部援拟书面一件 于下次审查会议提出 四委员于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谨述以书面答复 三会宣论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我们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 首先介绍郑宝钦委员 刘绍豪委员 我们介绍列席的官员 交通部贺程弹部长 陆政司林济国司长 杭政司陈静生司长 航港局齐文中局长 公路总局赵新华局长 台铁周永辉局长 高速公路局陈彦博局长 高速铁路工程局胡香林局长 民航局林志明局长 观光局谢卫军局长 陶基公司温永松副总经理 高铁公司郑光远执行长 好 现在请交通部贺程弹部长 旧端午节连假交通输运检讨做报告 赵伟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仅代表本部旧端午连续假期交通输运检讨提出报告 考量连续假期交通尖峰时间 具有屡次需求集中与方向集中的特性 而且道路的系统容量有限 大量私人交通工具涌上道路 亦造成尖峰时期部分路段塞车情形 为了改善连续假期的交通瓶颈 本部一贯都是以鼓励民众使用公共运输 减少私人交通运聚为改善原则 但是同时间我们也需要考虑到 私人交通它的必然存在的需要 因此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面做部分的管制措施 并且规划替代道路 宣导民众避开尖峰路段时段 以节省交通时间 以下就本次端午连假我们交通输运的检讨 向各位委员做报告尽请指教 首先在我们的国之二 属于这次我们书运执行的成效里面 我们的中文字一 这个新措施的部分向各位做提报 这次新措施 也可以说是应该是一个惯行的措施 是对于国道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夜间要不要收费这件事情 我们的态度是维持跟平常一样的收费 来了解一下它对于整个交通分流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首先在交通安全指标部分 本次我们的廉价到昨天中午为止 全日的造势率是0.48件每百万公里 和去年端午节来相比的0.51件百万公里来说 今年整个连续假日应该是交通的造势是减少大约6% 可是同时间就像我们以往跟各位委员所报告的 夜间一贯都会比较容易造势 这次也不例外 在这个差不多四个晚上 我们发现的造势率就是每百万公里 0.59件 那么高于我们的全日造势率 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一次夜间造势还是虽然在我们的警察同仁们 非常辛苦的见景率来互相提醒之下 仍然有比较高的造势 特别是有实践它发生在下雨的时段 那么这显示在下雨的时候 其实行车的安全距离等等 有的时候会被疏忽掉的 那么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来注意到 今后对于夜间造势的行为需要更多的分析 第二点 关于夜间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收费维持 而使交通量的移转减少 乃至于造成塞车这件事情 我们在第二点的说明是 大致上这一次今年的端午节交通量 比去年的交通量是有相当的成长 那么在我们目前以三天整个来讲的话 大概是增加7% 但是如果以晚上 特别是第一天晚上 它所增加的这个车量数呢 是增加21% 这个再来请各位翻阅我们的这个 第二页上面的这个下面这个表 大致上可以把去年和今年端午节 在它的车次还有它的延车公里上面 都表列在这个地方 那么其次请各位翻到我们第三页 就是整体来讲如果用一般民众 比较习惯的这个所谓的时速 来看待我们的这个交通影响的话呢 我们拿比较靠近我们这次端午节的时段 也就是228年假来看 因为它的交通量比较接近呢 那么在这个同样是这个交通量相当的情况之下 228也有一些这个庸舍的情形 那么庸舍情形大致上也显现在表三 就是我们同样以 比如说最容易造成塞车的湖口和新竹来相比的话 今年228它的拥挤的时段 大概是在我们这边所表定的 早上7点到下午5点 那么今年的端午节 它的这个庸舍时段比较提前 不到7点钟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它慢慢变成不庸舍的时段呢 其实是比较早就结束 比今年228少一个小时 第二大项呢 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们关于私人交通工具之外 我们的这个公共运输方面的一些这次的措施 这次措施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实施这个票价优惠 那么同时邀请我们的相关业者 加开班次 所以在第三页的中段这边讲到 我们到前天晚上为止呢 我们一共有66条这次优惠路线 那么它承载的比去年大概增加6% 那么其中有一些它除了是 做这个优惠之外呢 它也在进入市区以后呢 采行类似像公车样的停靠方式 再搭配我们请地区 地方政府来协助 有24条接驳路线呢 那么加开的班次一共是219班次 输运人数不多 坦白讲是不多 那么这个上面我们确实等会儿再检讨也会提到 我们会加强这个上面的宣导 那么这一次也因为我们这个优惠的措施 它宣布的时间对于某些民众来讲 它已经买好票了 所以我们确实会在优惠上面 实质性地给他们办理退票 那么到场再去退的人 可能还匆匆忙忙地来不及 所以大概目前完成退票的是14% 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月时间 可以在全台湾各个客运站的位置呢 都可以让他们来进行退票 那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量地 让民众感觉到这次优惠 那么相关的这个苏运的情形 在第四页的表示呢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和去年相比 那么它增开的班次 特别是在第一天的晚上呢 可以说它的这个客运量的增加的情形 是达到30% 这都是表示说 虽然在比较匆忙的宣导期间 但是民众还是愿意选择对它优惠 同时有安全的公共运输 台铁的部分也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新措施来准备事办 就是我们称之为东部地区的实名制 那么各开一班 那么同时以这个有 这个身份证字号UV的这样的字头 来作为订票的基础 那么同时当然我们在取票的时候 还是会要要求来验证 那但是也在这个作业当中呢 可以说有些地方 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忘记带证件 还是有些小小的 没有带证件的状况 这些地方不管是将来 这个事办的规模 还有这个订票时候的手续的扩大 方便而且扩大呢 我们在今后的假期里面 会协同相关机构给我们的建议 来改善这个上面 那么整个公共运输 如果再把我们其他的非夜间 而是惯常的公共运输输运情况 来整体报告的话呢 在第四页的中间这边 我们把铁公路 包括高铁等等算起来呢 那么是较去年 大概是成长了 百分之将近百分之七 那这里也跟各位委员 特别预告一下 我们大概现在 全台湾在高速公路上面 大概每年的交通量成长 大概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说 国家的整个交通是成长的话呢 大概在公共运输 我们这次端午节的部分呢 大概同步 也就是说 其实公共运输 还是在努力的想办法来 配合国人的需要 那么相关各个交通工具 包括高铁和国道 还有台铁这个相关数字 在第五页的上半部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 海空部分呢 确实这次也有这个 马祖的这个机场 有天候不佳 我们也拜托国防部来协助 那么在海运的部分 也有相当的一些配合 那么在这次我们增加 它也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九 那么这样的一个 那么平均载客率呢 也都是达到这个将近六成 比去年又有进步 这些都是表示说公共运输 它的可靠性还是会为大家所期待 那么高速公路整体的输运情形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时段来看的话呢 我们在第六页的中段 第三点这边有报告 那么过去大家都是用 最拥挤的时候 希望能够不少于台北到高雄 或者高雄回台北的时间 不少于六小时 这次依然是维持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资料上面 我们去美化的地方 因为实际上这个是用这个 它上下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 票证的记录是可以比较出来的 那么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南下最高呢 也就是刚才所报告的 第一天尖峰就出现了很早 所以最拥挤的时候呢 大约是从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呢 那么它到南下 大概需要五小时十五分钟 回来的时间差不多也是相当 有关过去为国人所瞩目的宜兰地区 也就是国武的部分呢 这次的输运情形 大致上也是还是维持一个过去的水准 虽然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运量有增加 包括说我们的交通量 去比去年的端午节增加百分之八 可是同时间我们也看见 我们在国道客运的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呢 也成长了百分之将近百分之九 那么也是表示说 大概大家行为在相当程度 都已经稳定下来 这个相关资料也请各位委员翻阅 我们第七页的这几张表 那么观光地区的情形 由于整个这个交通量提高呢 我们相信有不少都是利用假期的时候去旅游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成长呢 就像我们在第八页的这个上半段 这边的文字所看到的 到前天晚上为止呢 我们比去年成长百分之二十四 那么其中有这个比较是主题性的 就是收票的这些乐园这些部分呢 大概有高达也有相当成长 那么在一些更这个过去比较有跟输运路段 比较重叠的地方呢 那么它所产生的这个拥挤呢 也经过警方的协调呢 大致上也都能够得到改善 但是相关个别景点 它的这个庸舍的情形呢 也会是我们今后在这个分析 以及协调地方政府配合上面呢 应该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因此就请各位委员来特别指教 就是第三大段 有关今后的检讨与测进 那么整个来讲呢 在台湾的这个交通大环境 有两个因素 其实是一直在考验 我们整个交通的工作者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汽车的持有 那汽车持有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的油价 那么各位也都清楚 我们差不多已经三年以来 油价整个在比较趋于 以往要降低大概将近20%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么加上我们在去年年底 我们政府有鼓励 这个所谓的旧车换新车的做法 所以各位委员 特别跟您报告 我们最近的三年呢 我们的这个小客车的成长 差不多到达将近130万辆 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车辆数增加了 三年之内增加了五分之一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连续假期 连续假期 我们国人现在除了是一般的民俗假期以外呢 对于国定假日也都希望能够 尽量能够连结平常日 那么来让大家在这个假期的运用上面 有更多的可能性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开车出游 所以这些地方都会使得我们整个交通量呢 除了正常大家一般使用以外呢 到了假期的时候 这种比较平常可能不一定开高速公路的 或者它其实会临时会按照路况 它来做调整的这些车流呢 都会使得我们不单是车流增加 也会使得它在换车道上面呢 可能地方都有一些让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呢 我们看见的就是 我们的高速公路现在面临 这个车流量大幅增加 刚才已经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平均每年大概 这个两三年来 每年大概6%到8%的成长 但是一逢到假期的时候呢 它的成长集中度 就可能到达百分之十几二十 像这一次我们在 这个端午节的第一天晚上 它的成长就是百分之二十一 假如说用这个车公里来算的话 是百分之二十四 这都是显现出 有非常高的这个集中度 那么在这个想法之下呢 我们本部呢 当然仍然不能够说是 要去违背民众 追求个人去采取这个购车 来让自己生活上有更大便利 更多选择这样的一个大的 一个消费倾向 但是对于可能会造成 过于集中而产生的交通问题 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呢 我们仍然要采行相关的措施 我们仍然要用下面的几项措施呢 来请各位委员支持 第一呢 我们还是认为 应该要鼓励公共运输 以及想办法甚至于在旅游地区 它的转称都要能够做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在不管是折扣的优惠的宣布时间 还有现场作业上面呢 可能都是不够这个让民众事先了解的 那么包括可能在东部这边的实名制 我们宣布的时间也比较晚 有些民众并不知道 那么相关可以协调出来的 专车的这个运量 也就不敢高估 像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来改进的 那么针对特定的这个游乐区呢 我们除了是像这里有提到的这个 这个利保乐园 这次就是塞得比较厉害 像这些地区 我们都会希望跟地方政府 还有跟他当他本身这些乐园 来安排一些资讯 甚至于想办法让他鼓励一些作为 来错开尖峰到达时间 可能都会使我们这个整个可以改善的 那么关于地区性的一些租车业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能 在跟相关的学术团体研究以后呢 想办法来开发一些比较是季节性的 或者是针对他的旅游方式的 来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有关这次的分析 就像刚才跟各位委员报告的 随着我们的这个国民持有车辆比例增高 假期延长呢 我们可以想见有更多多元的使用行为 上到高速公路 短程的车子会造成 它在进出交流道上面造成很多的 这个换车道的行为 也会造成造势 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民众该被追究的 应该是我们自己在管理上面 怎么样的来使我们对于车流的特性 我们能够更多掌握 因此我们这个在前年 也是委员会的支持之下呢 我们已经算是全部都已经采用 采用这个所谓的电子收票 那电子付费 电子付费这个方式呢 可以使我们有完整的资讯来做大数据的分析 那么也在贵会的支持之下 我们在下个月1号开始 我们会全面推广 这个叫做公共运输上面的多卡通 那么这个也会使得我们在使用行为上面也掌握 所以这样子一个对于高速公路的骨干型的资讯 配合我们客运业的一般的使用者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方式来结合 这两个大的资料库呢 做出更多有效的 而且是对民众有感的一些真正的辅导 移转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做法 那么关于台铁的花东县的这个实名制的部分呢 我们也提出一些基本的检讨方向 除了是我们在这个验票部分 我们加强以外呢 我们也会对于今后涉及的 不一定是UV字头的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纳入到它的适用范围 我们也会在今后连续假期 事先多做规划 多做沟通 看看对于专车的开行的这个必要性 跟它的时段 以及怎么样和民众沟通 对于这个所谓的常态化 来让我们假期的时候 有部分的民众他可以保留相当比例的 这个搭乘的这个购票的这个可能性呢 这些部分我们也要跟民众沟通 因为一方面我们顾虑到返乡民众们的需要 一方面恐怕我们要让民众了解 连续假期出游的这些游客呢 其实也是在地经济非常重要的来源 这个上面如果说我们用太高比例 而且在所有的车辆上面都是高比例 给这个民众优先的话 可能游客订票的方便就不容易 这个同时兼顾 怎么样能够在这上面兼顾呢 我们也希望在这几天我们能够来 这一阵子我们再来加强沟通 最后一点当然就是 高速公路上面拥挤的情形 我们虽然已经开发了一些APP 不过在它的及时性 还有它使用的范围上面来讲呢 我们觉得仍然是有手不够 在民众他要上高速公路以前 他对于资讯的掌握 以及哪一些路段时段 他可能在过去造势的比例比较高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路段 或者避免这个时间去跟别人拥塞呢 这些事情我们想将来一定要来加强 去做这个宣导 而且这个宣导我想也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提供资讯而已 一定要对于使用这些资讯的人 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好处 不管是一些连结性的一些优惠措施 或者是对于他经常上这个查询的话 我们会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鼓励 和一些何康道修博 来提醒他们去主动查询这些资讯 最后 有关节语部分呢 我们仍然要向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在这一次专节输运 如果这一次有什么新的做法的话呢 只有两项 一项是希望减少夜间大家行车的风险 第二项是希望我们能够来用尽各种做法 提高我们公共运输的能量 以便民众如果他觉得说 他希望配合安全上的顾虑 或者是节省国家能源 以及自己开车的时候的一些 其他的不方便的话呢 那么我们还是希望 公共运输得到最大的照顾 因此我们这次协调相关业者 大家共同来做比较优惠的一些票价 他的效果初步看来 在比较特别的夜间时段 已经发生效果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还有待努力 所以以下我们这边讲到就是 行车安全 是我们今后执行 廉价输运计划的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于安全的考量 我们实在是觉得不宜用 不收费来鼓励民众夜间开车 我们试行维持国道夜间收费的措施 于这一次来讲 我们并没有看见 因为我们不鼓励民众夜间开车 所移转出来的交通量 造成我们其他路段上面塞车的影响 当然我们相关的这些资料 不管是属于分流的 在各个个别路段的影响 以及我们整体 这个从电子收费 所可以累积起来的大的数量资料 我们将来都要把它做 更详细深刻的深入的分析 有关本次我们假期执行的经验 我们当然要结合上面的分析 来作为今后相关政策检讨的评估 那么本次我们非常感谢 相关单位的协调 牺牲他们的假期 来完成这次的工作 那么有关今后 我们是不是要来 做进一步的检讨调整呢 我们本部不会 做单独的来做这个结论 我们会期望 能够来把我们相关的资讯 来委托 相关的学术单位 整体的分析 同时也把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一并向政府建议呢 我们再来向相关的 包括行政院来做提报 做一个整体性的检讨 以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现在开始进行寻答 先宣告以下事项 寻答时间 本会委员10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 我们暂定10点30分 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 于10点截止 委员如果有提案 请在10点以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整 中午我们原则上会休息 现在请登记发言 第一位的刘兆豪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请贺城部长 谢谢 请贺城部长 刘允豪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今天下雨天 你还是骑脚踏车上班吗 没有 今天做捷运 部长 请问今天早上淘机又发生 断水的事件 就在及时早上8点多钟的新闻 请问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掌握 有了解 好 目前简列说明一下好不好 发生的原因跟现在处理的状况 他这个是在做滑行跑道的工程公司 他挖断了水管 那么在这个 详细情节等一下也许这个 没关系部长 那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我的了解是在紧急的协调的 自来水公司以后呢 7点已经修复 现在7点半 有恢复公水 7点半是不是 那部长我请教 不用不用细节不用讲 部长我请教一下 这个是不是还是属于工程管理上 整个整体管理上的一个问题 当然是 好 部长 我相信这个整个端午节 你非常的辛苦 当然各有不同的评价 但是我想想 在你喜欢看棒球吗 我看 棒球我们投手 有自责分跟非自责分 淘机之前发生大淹水 我认为那个不是你的自责分 那非自责分 因为跟之前的 整体的设计施工有关系 但是 所以我认为在那件淹水的事件上 还不至于太苛哲你 不过 在目前 你既然我们已经全体的 全部的 这个管理淘机公司 而且你也换了一个新的董事长 新的总经理 虽然在这整个用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委员 有表达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总是重视 尊重您用人的一个原则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整体淘机的管理 都是要属于你全权负责 目前在看起来 你整体的状况的掌握 跟状况的排除 我认为还算有一定的成绩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这样 垒上有人 目前还不算你的自责分 不过我们希望 能够来警惕 不要让淘机的管理的 一二再再二三的 出现这样负面 让人家负面的消息 一定 应该的 那位先生也先请回 部长 我先来 这个是淘机公司的萧总经理 萧总经理 部长 那我再请教 请教你对整体的端午节的运输 整个过程计划 整个措施 你自己打个分数 你认为应该 我觉得不适宜打我个人的分数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在为 国人的安全来做努力 我们希望这一次显现出来的 整个肇事率下降 你这样打太高也被骂 打太低也不好 所以我换个角度来评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个人在整个运输的措施计划里面 我个人认为 其实有些地方 我是可以肯定的 比如说花东火车票的实名制 这件事情 虽然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有很多的 有待改进的地方 但是这件事情 我跟萧美群委员 包括陈欧波委员 我们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我们讲了 咨询加提案大概超过20次 但是我也不去追究过去 但是都没有连事半都不事半 那今年你上任之后 马上的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来回应东部民众的需求 这个态度是要肯定的 谢谢 但是这后续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待会来讨论 要来改进 那第二个 就是说你希望能够来 以安全驾驶为最主要的考虑 希望能够来降低 我们整体的在高速公路的造势比例 这个方向我们也是必须肯定 谢谢 但是取消月间收费 是不是个好方法 还有带来利益很好 但是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这个其实我们要有一带 更进一步的数据 然后来加以讨论 对 完全同意 那我再回到 其实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跟价值观 比如说部长我知道你都骑脚踏车上下班 我个人我是很肯定这样的行为 我个人很肯定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一个例行 这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 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个人的 特别是身为一个重要职务的时候 我们很难把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 要马上要请大家来接受 这个部长我常常跟你沟通一件事情 像我个人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我睡觉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我几乎不吹冷气 但是如果 我说如果我是台电董事长 我不能讲说 大家都学我不吹冷气就不会缺电 不行这样 因为我们身为这个重要的职务 我们要以大多数人的想法 大多数人的价值观 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完全同意 你这次在整个端午节你陪林泉院长去做交通的巡视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那个出发点很好 特别是没有交管这件事情 没有交通管理 然后没有这个警车开到 然后直接上去了解整个运输的状况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件 行政院长包括你能够更贴近整个民意 还有民情的一个行为 但是报纸上事实上 报道的篇幅不是那么大 就被其他的拥赛 拥赦的状况整个都盖过去 其实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个实际的拥赦的状况 可能会是真的 在特定的时段是蛮严重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包括林泉院长 还有您上车 上路的那个时段 如果下一次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你依然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你不是要避开那个扯草 反而应该是最拥赦拥挤的时段 你们应该要比照这一次的方法 然后上高速公路 我相信那个才有办法 让你更贴近 更贴近民众的想法 也包括这一次 从一开始 一开始你说这个 只有小小的塞车 可能会被夸大的报导 到后来到昨天或前天 你说说 你不应该挑战民众 对塞车的基本认知与感受 其实我对你这样的 部长能够更进一步 来贴近民众的想法 我是肯定的 谢谢 好不好 肯定的 那部长 我再讲到说 整体的 你目前这个整个夜间收费 夜间收费这件事情 在交通部的评估 我们即将到来可能连续假期就是中秋节 是 那我们后续 后续这件措施是要继续的收费 还是要取消收费 我们就像刚才您指教的 其实这里面很多包括行为 还有我们相关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多的时间 特别需要一些客观的分析 不要用我们自己管理上的方便 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交通部到目前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基本上是认为 我们不为这次端午节的办理情形 来立刻对于今后连续假期 是不是要续办 当成定论 我们这件事情要 就像我们在这个检讨报告 最后所谈到的 我们希望来赶紧委托 专业的学术团体 来帮我们会同整体的分析 部长 然后再来做出检讨 我们要安全驾驶 尽量让我们的民众 有安全驾驶的环境 我相信这是政府 责乎旁贷的一个责任 但是不是跟夜间驾驶 这件事情有因果关系 我觉得那个是要很长的一个观察 还有数据上来做一个依据 我们确实要分析 另外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取消夜间收费 当然部长或交通部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 但我个人认为 使用者付费是政策的选项之一 但它不是真理 因为我们政府常常在做差别待遇 这是必然的 我们会对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们做差别待遇 我们对不方便的人 我们会做差别待遇 其实决策最难的 不是在设定一个统一 大家都遵循的标准 最难的是针对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情形 我们来做不同的一个处理 这个我也百分之百同意 所以我个人认为夜间 这个当然要研究 夜间取消收费这件事情 它对流量的分流 还是有它一定的诱因 特别是如果长途开车的话 那整体收费的取消 还是有一定的分流的一个诱因 然后请部长这部分 也要纳入审慎的一个考虑 一定一定 关于使用者付费 就是程如您刚刚所提到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这一次 其实夜间维持收费 并不是用使用者付费 这个观点为出发点 只是觉得 降低教师力 假如它已经是不安全了 我们是不是还用不收费 好像有点鼓励一样 这个政府在这个态度上面 应该来分析一下 部长 那这次针对国道的整个公共运输 除了高铁之外的80的运输 整个 我个人认为这个折扣 还要更近有诱因 才会真正达到这个 大乘交 大众运输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宣布的时机 可能太急迫了 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们希望你能够都来改进 另外实名制的部分 部长 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来 正列户籍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都提了很多 另外一个部分 部长 这个票的 因为我们现在倾斜式列车 没有办法卖战票 所以我们很多的车票 因为我们没有在做 我们实名制的车票 没有做事先的分配 是谁的手脚快就会抢到车票 所以一个座位 它有时候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利用 部长你听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他买到 比如说只有买到宜兰 或者是买到花莲 那可能之后 因为我们不能卖战票 那个座位可能从宜兰或从花莲 都是空着到台东 实际上这个座位 就没有办法被有效的利用 我们希望也根据 如果要从整个购票软体的系统 如何要来解决这件事情 让每一个座位 它都能够被有效的利用 懂的 我想这个是最起码 应该这个购票制度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好 部长 我总结 你知道大家接任这个部长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再回到这个用棒球来做比喻 你是首任的这个 本党执政的交通部部长 你就等于在交通部的先发投手 一个U值的先发的先发投手 这样投满六局 然后自责分不能超过三分 或者要投满八局 自责分不能超过4.5分 那目前我给你 有一些利益上我们给你肯定 但是有些目前呈现 即将会有可能失分的状态 我个人评估你现在自责分率是一分 那我们后续 但我不是说你还有两分可以失分 不是这样 而是你要警惕自己 你要做一个好的U值先发投手 因为你这个投得好 不是跟交通部有关系而已 是能够符合我们人民 对一个新的政府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我们在这里来除了有以上的缺失 要请交通部来迅速的研讨改进之外 也希望也来鼓励这个新的团队 能够更贴近民意 做出更好的措施 谢谢 好 各位官员 部长被询的时候你们就是幕僚 问到相关的时候 请自己主动一点上来提供部长资料 或者回应委员的质询 好 我指的比如说刚才台铁 你就应该上来 好 谢谢 接着请郑保清委员质询 好 请部长 请部长 政委员好 刚刚我们那个刘大委员 特别说你十分一分 我看起来你现在十分一分 不过是这个满壘状况 所以你这个投手很危险 上面是满壘的 大概随时又会十分 只要打个高飞球你又十分 部长 在去几点发生了这个水不通的事件 几点 来 萧总 几点 怎么办 董经理 在去问部长就好 来 部长 几点发生了 不知道 我的了解应该是昨天晚上 几点 十二点半 一点钟以后我们就已经请这个 你几点知道的 几点接到通知 我是晚上大概一点多钟的时候 有看见短讯 一点多钟发生了 所以速度很快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好 现在部长 现在问题很大 就是我们知道发生这个断水的事前是泛雅公司 因为施工的关系挖断管线 上次也是因为泛雅公司把这个排水管堵塞 结断了这个H干线 造成了整个排水淹水的现象 当然除了淹水现象我们再讲 除了这个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淘鸡 淘鸡 淘鸳机场公司 没空没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下一楼 沿水 地下二楼沿水 地下三楼没有沿水 为什么 就是 那个啊 地下三楼不是机场管的 是淘鸳捷運管的 所以第一时间把什么 把防水砸门 关起来 我们没空没空 所以上次我知名家5点5点的时候就一起下班 大家所有的旅客没没收没收 再找不到 找不到自己的行李 没有办法出国的时候 诶 断水断电的情况底下 诶 淹水情况底下 我们的淘鸡公司一样5点就下班 诶 部长这有机会吗 这个什么 这个末梢神经麻痹 所以现在部长 现在真要紧是什么 我执行长5点钟下班 结果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淘鸡公司在做什么 知道不知道 部长你知道吗 您刚刚上次提过 在查询谁走漏消息 对嘛 立法在咨询要检讨说 我们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 我们的士气为什么这么低落 不是 回过来讲说 谁把这机密告诉郑保信 诶 这有奇怪吗 所以这个公司很大问题 它不是上跟下的问题 它甚至所有命令都没有办法贯彻很大的问题 部长 你现在任命了董事长跟总经理 你的任命的 你的最大的原则是什么 希望他们是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不可以解决 那么现在应该像这些情况不断的发现 也就是在检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我们知道淘机公司很多人事的酬庸 对不对 那董事长现在对外宣称预告会做大改变 我请问一下部长知道他什么大改变吗 现在应该他还在构思 我们并不清楚他改变 那我相信这样一个真正大的改变 他也会到部里面大家一起来商量 那部长你会支持这个大改变吗 我想只要合理的是朝着改善问题 为机场发展好的 我们当然会支持 那对于这些所有退休人员转任的部分 你有处理的方式跟顾案吗 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 如果他对未来的公司的发展 可能他的贡献有限的话 我们应该在这个上面 也给予他们一些安慰跟鼓励之后 做一些调整恐怕还是必要的 那请再回过来讲 换了公司换了这么多的错 我们交通部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这个上面有关 而且这个还是国家的单公司 他这个是我们在对厂商的求偿上面 已经有一些相关的法律 已经都有提出建议来了 我想这个上面我们会来继续加油 部长现在管理不好 百姓是一体的思考 是的 换来公司国家的 国家花钱还是把国家钱 从左手拿到右手而已 这个上面其实国工局在管理厂商 他不会痛吗 我们来请他们加强 这最大的问题他不会痛吗 跟现在淘宛机场一样啊 你到底是公营还明明不知道啊 我们不会再 就是有公家机关的固步自封 有公家机关的僵化 但是他又没有私人公司的有效力 两个把它结在一起 就造成什么怪物嘛 报告委员我们不会因为说是 具有公营色彩有所保留啦 该有的契约上面 还有对于整个国家形象上影响 我们通通都会要求他具体的来求偿 对啊但是大家认为 这个通通是你管理的嘛 是 所以刚刚提到讲说 虽然吃了一分 但是三壘都有人满壘的状况底下 保重费用呢 不会我相信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克服这些 对我们希望你们这样做啦 好 刚刚我今天特别讲说 端午节输印的部分我请教你一下 端午节输印的部分啊 当然你最早提出来说夜间收费 那这个夜间收费看起来是 造势力有大幅的下降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有达到你原来要的方向嘛 是不是 我们并不希望看见造势 但是最好是大家避免夜间 在这个不安全的时候去行使 对就是你现在因为收费 所以造势力 夜间收费以后车辆有减少吗 是 夜间的车辆有减少吗 夜间没有 至少在第一天 它反而是增加了大概将近 所以换句话说你本来是希望不要夜间开车 对不对 害怕把车子推到白天 但实际上看起来是没有嘛 是不是 对 所以好 那现在部长我再请教你一下 你这夜间收费的这种状况 在下次会不会继续实施 刚才在我们的检讨报告里面也向委员报告了就是我们不会在交通部单独针对这次目前所看见的结果就来妄嫁做任何下一步的这个决定 我们会希望委托学术单位就相关的真正的行为分析还有配套措施整体的建议以后 我们再报请行政院大家一起来商量这件事情 好 那么 刚刚有一件事我忘了问你 那个我们现在机场现在恢复供水了没有 供水七点半恢复 七点半恢复供水 你知道吧这个八个小时时间 我跟部长报告 你知道那机场多错你知道吗 对我可以想见那个厕所的情形一定是 这让我们台湾实在讲无名字 所以我想不是只有机场要管理 我认为高供给这个要负责任 这供值是你们发包的 要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状况 好来部长再回过来再问你 既然是你刚刚提到 既然是造势力下降 车量没有因为你收钱减少 那么这个政策为什么不先是要继续实施 因为我们觉得目前的配套可能还不够 才会使得仍然有这么高的车流涌上 那另外我们对于假如真的要有一些配套的话 他落实的情形还不够理想 包括我们所谈到的 不管是优惠的额度 转称的方便 等等这些部分 我觉得我们还有应该改进的 部长我想最大的大概不是这个优惠 当然是诱因不足 那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宣传不足 很多百姓不知道说可以优惠 尤其我看到我们这个铁路 我们的台铁要加强效力 为什么说 如果今天我想这个百姓对铁路的依赖还是很强 如果高铁不能坐 是不是可以过来可以坐台铁 是不是台铁在优惠上面 或是在宣传上面都应该再大幅加强 对总体来讲我们这次一定要这样做 是不是借委员您的时间稍微说明一下 很多觉得我们这次宣导不足 其实是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廉价的预告民众 我们的书运计划 要在两个礼拜以前要整体的宣布 那这次我们因为是这个政党轮替 这个新政府交接 我们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我们如果再继续去那边琢磨 我们的一些内容的话 反而宣导的时间更短了 所以这次在这个挣扎 在两者取其轻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先把我们可能最重要 的一些想法先跟民众报告 至于说相关的优惠跟这个执行上的事情 我们再继续的再用新闻稿的方式来办 所以我想台铁优员应该加入这个 所谓的打折的行列 部长 你这次总共 来你这次这个补贴客运大概花了多少钱 大概两千万 两千万 一千八百万 一千八百万 但是你的这个 这个我看起来 你这个公路夜间收益 大概增加了 大概将近五千万 四千多万五千万 五千多万 应该应该 应该有 只有一千多万吗 不止吧 上次就告诉我们三千八百多万 差不多 差不多每天一千万 一千多万 那现在四个晚上加起来 应该将近五千万 四千多万 所以你就花了两千万 表示还多了两千多万空间可以使用 所以我想以后铁路要加入这个打折的行列 而且要更早来 我们倒不愿意让 好像一般社会觉得说 我们是从私人交通工具拿钱去补贴 对啦我知道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但是整体来讲确实我们还应该来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问题 今天大家怪你 没有说你夜间收费 看起来现在一论大概很清楚 就是塞车嘛 大家认为塞车还是部长你要负责嘛 可是实在是这次 夜间的这个 运量提高 跟有没有收费的关联性实在是 不大 值得分析 值得讨论 目前看起来不大 对啊 所以你的政策上表示没有大错误 但是塞车百姓是会怪你 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所谈到的 整体究竟如何使塞车减少 这件事情除了民众的资讯以外 我们自己有效的措施也必须要达到 我想台铁一定要想办法改善 是是是 因为台铁我们希望它能变成第二条 一部分变成第二条的这个高铁 让它快速而且有效的输送 我想铁路的输送大概是最环保的一种工具 是的 所以我们希望台铁这方面要加强 是 尤其我们很奇怪就是普悠马号啊 这个这个到开到西部来 就它一样维持东部的硬量 那么这个可能要大幅改变 我了解就是 行车距离常在调度上 对对对对 就是车挂车厢挂比较少 是的 所以这个可以再增挂嘛 肯定有你知道吗 普悠马号的车辆性质 是不是我让 没办法 对 只有那个PP次强号跟一般的像举光号 传统的次强号是可以加挂 那我们这次也都加挂加满 但是我们是觉得刚刚委员特别提示的西部干线 希望能够扮演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可以搭配连续价值 那对于这个以后 台北到 人息价值打折 台北到亭东这个部分 倒是可以 做一些搭配 人息价值可以支持吗 可以 我们要我想说 我们配合交通部的整体的输运计划来做处理 保重啊 可以比较公路轄的保重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要在连续价值的时候 对于成绩的运送 我们还可以更让台铁扮演多一点角色 至少让台铁的价格比较公路客运的可以吗 呃 完全比较大概不容易 因为这个两个成本不一样 不过我想制造上民众有感的一些优惠 我们会尽量来做 对我想用大众运输就可以减少这个运客量 保重啊 是 做这个辛苦呢 不会 这个其实在实现一些国人所期望的一些价值观 我们非常希望 要喜欢你做的工作 是 要做你喜欢的工作 两个是不一样 呃 两者都该努力 都该努力 我们希望交通部能够真的把台湾的交通搞好 是 我想大家会感谢你 哪里不感动 谢谢 接着请李昆哲委员直轩 好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先进大家好 主席 请下副局长 道局长 現在副局长 desarroll 主席 rá đó 村长 部长你好 瑟总经理 上次淹水 这一次停水 淘基公司 是要怎么折磨 我们国内化的旅客 這次的停水是從昨天的4點半 泛亞工程挖斷了12吋的水管之後 到12點陶基公司是正式的停水是不是 那個陶基公司的總經理請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是昨天下午2點多 他們在工程施工中把這個送水管挖累了 所以陶基公司機場正式的停水是從12點開始是不是 從今天凌晨12點半 12點半開始到今天早上的凌晨7點才正式恢復供水是不是 是的 那這個恢復供水這段期間 我們是透過消防隊辛苦的消防隊用消防車送水過來是不是 是 那我們整個過程裡面我們的清潔 跟我們美食街的相關的作業都完全停擺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我們會挑12點半就是因為我們 旅客最少的時間點 預計12點半開始減壓到3點半修好 剛好3點半的時候下了一陣大雨 把它施工地方的那個土石有一點貪荒 好 部長這已經不是什麼自責分或是什麼不是我們的自責分 所有的責任通通是我們要扛 我們對得起國內外旅客嗎 重要的國門一再的出狀況 我們機場公司要繃緊神經了 是的 民眾已經無法忍受下去了 這問題非常嚴重 好 部長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端午節連假的 這樣的一個交通輸運的狀況 那這次其實我們來看整體的端午連假的輸運計畫 其實只有兩樣是新的 第一樣是部長啊 取消了夜間的免費 第二就是東部的火車的實名制的這樣的一個車票的販售 那其實其他的狀況並沒有說有多少新的一個措施 都是過去的一些基本的作為而已 那部長這一次 客運有優惠了 還有客運我來告訴部長 那取消夜間的這樣的一個免費 國道夜間免費 部長主要是有三個用意 第一個用意 是要降低夜間的車禍的事故 第二是要降低夜間的車流量 第三是要提升國道的客運 它的使用率 但是其實部長我們都非常清楚 不管是要降低夜間的車禍造勢率 或者是要降低夜間的車流量 基本上都不及格 我們在第三個部分 提升國道客運 因為使用優惠促銷的這樣一個價格 也謝謝部長採取我最後的方案是欺負者 那其實這個提升的比例是有明顯的上揚 但是這個明顯的上揚還有地方接駁的問題 這次因為時間的急促 整個聯繫稍嫌出燥 在接駁的方面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問題 是的 那部長我們現在在這一次的端午連假的整體的重要措施 就是取消國道夜間的這樣一個免費 其實凸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民眾怕塞車的痛苦啊 比夜間要收費不收費啊 來的更擔憂更害怕 塞車讓民眾苦不堪言啊 當然部長我們知道整個連假的塞車 它有分為它的尖峰時刻跟離封時刻 在尖峰時刻我們還是要採取更具有作為的方式 當然國道的這樣的一個替代道路 或者是大眾運輸的提升 以及地方接駁系統的相關的一個連接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作為 我們必須要實際的去推動 這個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你認為這一次你成功的地方在哪邊 失敗的地方在哪邊 不敢說成功 不過特別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來沒有期待 我們因為夜間收費要減少 我們夜間的車流 只是覺得我們不應該在不安全的時候 還用停止收費來鼓勵民眾夜間開車 但是部長問題整個呈現 在第一天夜間的這樣的一個車流量 它是提升的 去年只有30萬輛 今年達到36.4萬輛的這樣的一個車潮 報告委員這就是表示說 其實顯然這個跟收費與否幾乎沒有關聯 民眾就是怕塞車的痛苦嘛 所以我剛剛就是說 我們從來沒有希望用減少收費來減少車流 從來不敢這樣想 只是覺得我們不應該用政府來鼓勵 大家去行駛一個不安全的時段 那因此有沒有造成車流減少 不是我們這一次要做的預判 反而是大環境的因素 使得大家覺得說連續假期 也許早一點上路的話 後面時間安排比較容易 也許他就會變成說前一天就湧現了 我們要更具體的來解決這樣的一個 延價塞車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 交通部更應該要用科學的方式 來引導我們的民眾 降低國道的承載壓力 那國道收費時事已經兩年半了 他是每天24小時在計算這個車流的相關的一個數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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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天都有兩千萬筆的這樣的車次的數據 那這些車次的數據 包含了它的起氣的時間 包含它旅行的時間 包含它車流的數量等等 我們應該透過這些大數據 來做科學的分析 讓交通部做更好更細緻的一個管理 來讓民眾有更好的服務 我完全同意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針對這些大數據 來做整理 是的 是的 那也要包含 來建立更進步的這樣的一個交通的預報系統 是的 跟交通預警的系統 是是是 交通預報的系統 就是針對尖峰日 尖峰時刻 以及所有相關的 國道 鐵路 高鐵 航空等等 相關的車票 機票 相關的資訊 要明顯讓民眾去知道 是的 也要針對啊 這些大的數據啊 部長 還有交通的預警制度 交通預警就是讓民眾知道 國道哪邊在塞車了 然後在哪邊的遊樂區已經車流毀堵了 要讓民眾有替代道路啊 這都是我們一步一步要去做 不知道我剛才提到那個大數據 要用科學方式啊 除了針對國道的這些相關的數據之外 我們未來要解決啊 這種廉價的塞車問題啊 必須善用大數據去進行啊 因為每個假日的特性不一樣 我們有 日假日 有連續假日 連續假日的特性又不一樣 像春節 像清明節 像中秋節 返鄉的人潮多 而且 這個清明節還包含掃墓的部分 那像端午 國慶 元旦 那出外旅遊的人潮會非常的多 是是是 他 我們的大數據要針對這些啊 季節的特性 還有 假日的特性 所帶來的影響 還有氣候的因素 你好天氣 不好的天氣 所帶來的影響 也非常明顯 是 還有有沒有舉辦活動 也會帶來假日的這個影響 像宜蘭 很有名的童韓節 或是 其他的主題樂園 有舉辦促銷 或是降價的 這個 吸引顧客的過程裡面 都會造成這樣的一個車潮 我們大數據要去建立起來 那部長我們現在要求 部長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 您給我兩點說明的機會 第一點就是關於預測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些相關的能力了 但是做的不夠 特別是知道的不夠 所以我們要來加強 第二關於這個大數據部分 我們一定要藉這個機會 向全國民眾們來說明 交通部運用這些東西 會非常小心注意個資法 我們現在絕對不會洩漏 個別的這些資訊 我們現在都是把它變成 我們能用叫做統計層的 比如說您可能也曉得 我們現在碰到假日的時候 特別是連續假日的時候 前一天晚上大家很多人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所以其實前一天晚上增加的車流 有相當多都是短程的 因為它其實並不是說它要長途跑到哪裡去 但它短程 像這個情形您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差不多在前半夜有將近70%的旅程是50公里以下的 所以這些就表示說我們一定會尊重大家的個人的私密 但是我們對於統計上面哪一些是短程發生在哪裡 這些以便有關我們相關的配套措施能夠做得更到位 這個上面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一定會再強化這個上面的做法 部長整體我們要提升大眾運輸 這次我們國道客運降價到七五折 其實就讓整體的這樣的一個乘客率是明顯的提升 這也代表著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民眾希望以更低廉的交通成本來度過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假日 甚至是連續假日 所以剛才部長提到我們相關的這樣的一個轉程的機制 要趕快建立起來 這樣一個轉程機制它的優惠措施是最重要的 降低它的交通成本 實施這樣的一個票證的優惠 才是提升大眾運輸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而且地方的接駁系統要建立 現在部長我們現在要趕快建立這種智慧型的交通 預報跟交通預警的制度 就是我們現在部長也提到 我們現在就有一些初步的統計 也有一些初步的處理的方式 但是我們的1968就要配合我們公路總局相關的 有關於省道或是交流道回堵的狀況 的這樣的一個相關的配合 以及觀光局也有這個旅行台灣APP 要相關主題樂園的即使路況 要把它結合起來讓民眾在第一時間 就能夠去掌握這個路況 甚至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大數據 最後希望能夠建立個人化的服務 我們的民眾要去哪裡玩 要返鄉 他什麼時間要上路 他輸入之後 APP能夠幫他來規劃相關的一個路程 這個陳局長來簡單說明一下 我剛剛委員報告有關委員這樣的 我們現在在1968裡頭就有所謂行程的一個規劃 就是民眾想要怎麼去 但是你沒有做整合 你沒有跟公路總局的做整合 你也沒有跟觀光局的來做整合 我們初步現在會跟公路總局有關 國道的七條的替代道路會來先做整合 至於說接下來是不是可以跟觀光局 這個我們會再來研議 最後的時間我建議部長 那我們針對這些科學的方式 大數據的運用 然後針對假期的特性 季節的特性 以及相關節日氣候的特性 以及相關活動舉辦的相關的影響 來建立這樣的一個預報的制度 個人化的服務 來整合我們相關我們各局裡面的APP 讓民眾能夠在第一時間能夠進行更有效率的 更低廉交通時間成本的相關的運輸方式 這個要請部長要更全力的去督促 部長我再重申一次 民眾已經不會去管我們是自責分或不是自責分 通通是我們的責任 通通是我們的責任要擔起來 部長雖然剛就任 也希望部長能夠全力督促部署 沒有問題 應該的 謝謝 接著請陳歐珀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邀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上次本席在這個地方特別提到 陶基的相關現在已經在進行的工程 或者是在發包進行的相關的 四大工程裡面 有都在提醒說要去控管 要去追蹤 要做積極的改善 如果一再出問題的話 請問部長到底是要董事長來負責 還是總經理負責 還是部長負責 我想當然論事情的性質 那麼眼前這樣一個工程的管理 應該是總經理要負起更高的 這個督促的責任 總是新政府要負責 因為三位都新任 我想全國人民都期待新政府能夠做改革 陶基一再丟進國人的臉 不可一再發生 我在這裡希望部長能夠 就如我們這個連續假期一樣 這個牽連動起來 是的 我大概很少看過交通部在連續假期 這麼積極的面對處理交通擁設問題 感謝感謝 做態不夠 民眾也有感覺到說 今年的這個端午連續假期 交通好像沒有想像當中那麼惡化 謝謝 這個是可以正面來看待 但是有些事情 我還是要請教你 因為部長有些做一些交通的管理專長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年連續在當天的一個交通運輸的評估表 部長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看到這個表你有什麼解讀嗎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這一次端午節的交通量增加很多 對 特別是在夜間 夜間也增加21.10 白天也增加 所以整個是增加的 那雍賽的總延車公里也是增加 是的 白天晚上都增加 那國道客運的輸運人士也增加25% 是是是 所以 今年的這個端午節 似乎大家想回家的心情 從這個交通的流量看得出來 那部長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提醒的說 感覺上好像為什麼家庭沒有像以前一塞一塞五六個小時 今年到宜蘭大概最塞的時間大概三個小時就到宜蘭了 為什麼這樣子 有一個兩個手段 第一個 就是你用雜道管制的方式 第二個 用高層載管制的方式 那這個兩個 時段 管制的時段 都是在白天 塞車的 比較容易塞車的時段 所以夜間的這個行車的這個車數會比較多 這個可以這樣做這樣的解讀 但是我是覺得說這個 有些那個交通管理上的一些 我們在解讀數據的時候 不能坐在這個辦公室來解讀 沒錯沒錯 了解 這好像坐在雲端 叫做雲端的控管 是 所以我 我看到 部長 只有陪同這個 院長 是從建國北路 然後上高架橋 然後到 陶基 階段的時間 院長就說 一路順暢 其實這個路段是 比較不會塞車的路段 如果 同一個時段 那天走國道五號到宜蘭的話 我看 在底下 等候的就好幾公里了 所以 我一直期待說 這個我們新政府能夠 在交通管理上面能夠 能夠 能夠 能夠真正的去瞭解狀況 掌握狀況 而不是看到數據來管理 或者是看到 個人的感受 個人的感受 其實 是不大 不大客觀的 因為 你走的那個路段 可能就 不是比較 擁捨的路段 了解 所以 我在想說 這個 部長也是 難能可貴 就是說你 針對你自己的講話 你有反省檢討 你特別提到 他不應該挑戰民眾對塞車的 基本認知 跟感受 這計畫 講得非常棒 不敢當 我覺得 這個 如果 為政者 能夠苦民所苦 能夠 把民眾的苦 當作自己的感受 來做一些 在施政上的一些 參考 施政上的一些調整 施政上的一些改善 我相信民眾會有感覺的 謝謝 比如說你的態度 我覺得 我很欣賞你這張照片 就是很自然 然後 很認真 給人家感覺說 很有理性 在討論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說 那個部長 慚愧慚愧 我是希望說 上次有跟你提過了 走動式的管理 走一走 之前我們那個陳部長 都會到宜蘭看一看 那實際上了解問題 也跟當地的民眾接觸 至少就不會發現到說 地方的意見 跟我們中央 落差那麼大 瞭解 同一個事情的看待 竟然差那麼多 所以 我希望說這個 我們過去的這個一個平台 溝通平台能夠恢復 那做任何交通措施的改變 能夠跟 能夠跟地方 還有跟我們 我是等於說 地方跟中央的橋樑 至少讓我了解一下 不要宣布的 看到報紙以後 我們才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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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溝通管理上面 我是希望說 部長能夠落實 好的 那 因為 這次的這個 連續假期 對宜蘭來講 我是覺得說 是有塞車 但是這個塞車情況 沒有比之前的那個嚴重 每次我們都連續假期 我們擔心說 要破紀錄 塞車時速要破紀錄 所以這次的管理 要做一個更精進的處理 那 我希望說這個 針對這次的 假日的一個交通管理 能夠務實一點 尤其是國道5號 本席之前也提過 提過這個 是不是能夠 一起來務實 研議解決 我也提出解決十大方案 那 相關單位好像有些部分 好像執行上有困難 我們也了解 但是我們希望說能夠來務實 來面對 我今天只跟你討論一項 就是針對這個 部長應該知道 我們交通部頒有這個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路類 的一個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這個是我們不頒 97年1月頒的 所以我們任何一項的這個 這個所有道路都應該 依據這樣的道路規範 那國道5號呢 也是依據我們高速公路的設計規範來設計 但是目前國道5號 平臨到南港階段 國道3號階段 時速限制是80公里 每小時 但是蘇澳到平臨階段 是90 包括雪山隧道裡面也是90 那很多車輛的行車次數 在平臨到南港階段 是70幾公里而已 它並沒有去 使用到10公里的寬容值 所以這造成車流緩慢 經常是塞車的一個狀況 包括雪山隧道出來 就有一種心理障礙 外面是80公里的設計 在裡面就開始踩煞車了 這種心理狀況 我們一直期待 這個整條國道5號 經過10年了 沒有道理 南港到平臨階段還維持80公里 一個時速的限制 是不是能夠請那個部長做一個財事 因為這樣的一個 兩種一個國道 兩種行車速率 很奇怪 我覺得不能接受 因為相當多民眾 在這個路段也被處罰 因為樹縣一直都沒辦法調整 地方民眾跟我反應很多次了 我也多次想到 那我特別 真的這個事情 我請教過我們交通界的前輩 包括退休的人員 現在在職的大概不大敢講真話 退休的公路總局長 副局長 相關的 包括我們之前的邱局長 相關的人我都去請教他們 他說沒有困難 只要交通部 OK就OK了 部長你能不能對這個事情來解釋 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 到現在還沒辦法開放到90公里 是我想您指教的是非常專業這件事 我們應該回頭去檢視一下那個規範 那規範有沒有什麼是本來可以允許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放寬的 但是假如規範裡面本來就有限制的話 我們還是應該以那個規範為準 這個部分我們先來檢視 至於說是不是 在這個民眾的心理上面來講的話 會不會兩種速度 如果它規範上面是這樣的話 我們還是要來遵照這個規範 那我所知道大概目前有16處 它確實在工程上面 應該還有帶客服的地方 但是我們願意務實的來看看 這個16處究竟是規範上面 嚴格的衝突呢 還是有一些考慮的餘地 我們再來看看 那個部長我還是做事情 我追求這個效率 是 你多久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你們的規範 我本來這個 這個我這裡也是想到了 請你立即採解 是 但是我覺得說還是要講道理一點 就是說讓你去研究看 你多久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地方期待了10年了 而且這個 部長 這個80到90 90變80 這個會嚴重影響行車的一個順暢 跟安全 所以我期待說這個問題在你任內 盡快解決 一定 我們一個月內來給您做回覆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最近總質詢時間 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需要找一些專家到現場去看的話 所需要時間很多 好 謝謝你一個月內 是 來 我之前提了十大解決方案 請您參考 再過來 那 這個 部長 是 這個你在新聞上面有表示說 要委託學術單位 兩個月後檢討 這個 是不是假日能夠要取消 繼續取消這個收費 我在想 這怎麼研究都沒關係 我是希望說 建議你們 把這個事情都能夠務實來面對 當然 邀請地方政府 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意見領袖 大家起來 充分來溝通 不要只有聽這些學者專家在講話 沒問題 這個應該的 這個很容易 碰到一個 碰到一個叫什麼 專業的一個一個 一個盲子啦 或者專業的傲慢都會碰到 是 所以我期待 未來來講 任何交通政策 我還是希望說 除了看數據以外 能夠真正能夠去體會 多跟地方 多跟民眾來對話 我相信這個才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是的應該 我覺得的話 那個 其實你們都盡力了 我也可以肯定 哪裡不敢知道 但是事情做那麼多 但是效果沒有達到 又把原來大家覺得好的政策 你們原來覺得是好的政策 都把它完全取消掉 像宜蘭縣其實 你們取消這個 郵輪市這個專車 國道專專車 或者是取消到 三重到湖頭東這個 這個優惠專車 其實沒有使用到的人 就開始賣罵 所以你們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比較 能夠說服人家的道理 比如說 你全部取消的話 一定大家不能接受 你要監禁式的做一個處理 有些還是有那個需求 就是這個替代性的部分 應該盡量做到 我了解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以後加強溝通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 陳委員可以請你代理嗎 請政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 請部長 請部長 也請鐵路局 請鐵路局州局長 好 政委員好 部長好 對於這一次的端午聯繫假期 我們交通公司 我們交通部 鐵路局 能夠願意 能夠開始試辦 發動優先的實名制 這個花蓮台東相關的鄉民 買到票的都非常高興 他說這個 那麼難得 不用這個 要一直上網 一直上網 還買還訂不到 當然這個 第一次試辦 總是有它的缺失了 那這次這個人數也不多 也不多 而且我去花東各個部落 參加很多的活動 也都提到他們還是買不到票 一票難求 雖然這個實施了 這個只有百分之八十幾 第一天嘛 第一班的部分 百分之八十五的一個債運率 事實上都定了 只不過是這個 後來可能他也 也許是太早 還是說不定 那班車蠻早的 所以他就退票 也這種情況 不過還是要肯定 謝謝 跨了第一步 所以本席 這個跟我們其他委員也是一樣 中秋節 中秋節還有幾個月 是 可以做一個比較長的一個規劃 是 這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 人數 載運的人數 這個是不是可以增加 第二個就是 我們的訂票 你現在用網路是很好的 本來是要 這個人 這個要到各車站嘛 是 後來改為網路 事實上也做到了 那至於 起票 購票 起票的部分 可以擴大到 郵寄 各火車站 以及郵寄 這個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 郵寄都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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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什麼樣的困難 你們再去 去衡量 去看什麼 謝謝 去克服 另外就是 這個實施的對象 要增加 這次只有以UV吧 事實上可以增加這個社級 我們一直提的建議都是包括社級 社負級 社負級 社負級就不一定是UV了 後來搬過去了 就像前任的張山正院長 他到花蓮受風 他負級有沒有設在那邊 我不知道 當然要社級 社負級 另外如果這個事辦 因為還有蠻長的時間去規劃 這個社負級之外 還有UV之外 他的直系血清 比如說我們很多花東的 跑到千基道 父母親是UV 但是他的孩子 孩子是不是UV 這種情形也很多 所以那個直系血清 怎麼樣去把它 這個是不是以父母親 就可以作為一個資料 這個一個直系血清 也是不是有能夠考量 當然就是另外就是增加那個班次 在中秋節的時候擴大實施 這個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部長 我想擴大而且比較常態化的 去讓花東的民眾們 在連續假期的時候 有更好的機會返鄉 這件事情這個方向 我們一定是朝這個方向走 不過當然我們剛才也在報告的時候提到 其實花蓮的朋友們也應該想到 當然台東也一樣 還有我們來到一陣子 我們會丟臉 就是這個香港的 這個真的都有 其實我們有一隻 他們會去交易 這個方向 當然有很多人 這些市民公司 真的會不會去交易 這個方向 應該會去交易 你會去交易 你之所以会考量加班车 就是为了输运我们自己的 不是考量到游客 观光客 部长你很清楚 如果你要去国外去玩 你会考量到 我有没有车子过去 有没有飞机过去 有没有车子可以过去 那个当然就是 怎么样要游玩的人 要去旅游的人 他也许就可以避开 这种拥挤的一个时刻 何况加班车的用意 加班车的用意 就是为了把人潮 把该返乡的人让他返乡 这个部分 这个一个思维 应该要有这样的思维 对对对 您说我们刚刚也是说 加班的部分一定是为了这个返乡 那么一般 因为这个常态化里面 也包括就是说 非加班的那些车里面 我们在它的比例上面 对如果是常态的 这上面我们就要来大家来 什么去考量是另外一个考量的部分 是的 其次 这个 从原住民族的观点 我还是要 这个跟部长 还有铁路局 这个七月开始 下个月开始 就是花莲台东 各个部落的 丰年祭 丰年祭 等岁石祭 而 花莲台东 是我们台湾原住民人口最多的 而集中都是集中在 7月到9月之间 举办丰年祭 铁路局跟这个 这个严明会 在7月到9月有事办 这个每周五及周六 各一次加挂车厢载运130人 两天是260人 能够开始做这样的事办 我们也给肯定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花莲台东 光花莲 光花莲的这个 丰年祭的那个各个部落的 密密麻麻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以8月13星期六 还有8月14星期日 手机办的丰年祭 就有多少个部落呢 有36个部落 36个部落 你想想看这个人数之多 所以怎么样去 既然有个端午节的事办 和民族的节日的事办 也要有原住民族的一个节日 而所谓是 7月到9月有在事办 没有错了 那个方式 完全是铁路交给严明会 严明会去网路来受理 然后也到台铁的窗口去买票 都是严明会在处理 所以我是希望台铁局能够事办一次 8月起一个 比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 8月13、14这个时间 铁路局自己尝试办一次看看 那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 严明会都有网路 他都有那个资料库 内政部副证师也有资料库 怎么去克服这个部分 是不是交通部能够会商 严明会来讨论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应该来协调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第一个就是他的人数 现在这个一天130个是太少 当然有刚开始第一周应该可能没有问题了 但是他第二周第三周以后 尤其是在尖锋 我们也有尖锋 大概都在8月初到8月20几号 像有的部落很大 像一个泰巴郎部落 马太安部落 都是一千多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数 事实上是不足 何况我刚刚挤的 8月13号到14号 有36个部落 36个部落 他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当然从礼拜五之前就开始 都有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请交通部 是不是可以跟严明会讨论一下 我们来主动跟他们结合 能够用网络 他本来已经有了 他已经严明会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买票取票 是不是可以到各车站 因为这次只有从中立以北 那台中的呱呱叫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台中的很多乡亲 就觉得说为什么 他们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交通部 能够跟严明会 好好的来会商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我们来配合 谢谢 好 第二集机长 你先回走 这个要跟第三个 也要肯定 这个部长上任之后 很快的就能够实施 这个过去这边我都有提 我们公路总局 很快的能够实施 就是从花莲的进谱 东海岸 花莲的进谱 能够经过异常公路 往长滨 经过异常公路 到毅里火车站 这样的一个客运 因为这个部分 不仅仅是 义里火车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车站 另外就是我们很多的 医疗的设施 这个慈记 相关农民医院 还有这个鼠立 鼠立花莲医院的分院 都在这个议里 所以长滨各个部落 他们要看医生 老人家都是老人家 会做科研都是老人家 所以能够在 这个这次端午节的第一天 开始事办 而且是事办三个月 这个部分要给肯定 但是现在是怎么样 要多宣导 要请公路总局 跟地方政府相攻守 当然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 都是在都会医区工作 都会医区老人家也是一样 在都会医区的也有 他们回乡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住在部落 因为那天 8号嘛 第一天放假是8号吗 今年是端午节是吧 对对对 端午节9号是端午节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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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乡亲打电话来 他是不是看错了 怎么有往义里的 从长滨的 几个比较难 我们应该加强宣导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 往义里的车 客运 这很好 所以这个但是要多宣导 让民众能够 这个检讨就透过村里嘛 一定一定一定 这个是不是请这个 好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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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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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叶玉京委员发言 請部長 然後我問到 如果各位官員 覺得需要補充的 自己上來 部長請 趙薇好 部長好 部長 今天大家都很理性的 在檢討 這個端午連假 那您的數據準備的 也很充分 但是從你的數據 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這個實驗呢 證明了夜間收不收費 跟安全無關 也跟流量無關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流量 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 表示你收不收費 人家其實不在意啦 這個無關 但是安全也無關 為什麼 你說更安全了 為什麼會更安全 因為車速很慢 對不對部長 流量增加了 車速變得很緩慢 那當然 他沒有增加到 那麼擁擠的情況 至少在夜間 不過我們其實並不是說 要中夜間 說要降低它的造勢率 只是覺得現在夜間造勢率會偏高 好 我們覺得不該鼓勵 大家夜間行車 這個可以檢討 可以檢討 我們來檢討 至少我們看到是這樣 但是部長 再來的檢討就是這樣 既然跟安全無關 也跟流量無關 那剩什麼 剩人民的小確幸 我在廉價的時候 晚上要回鄉的時候 不用收費 這是小確幸 而我們剝奪了人民的小確幸 然後呢 人民的感覺是什麼 使用者附會 好 剝奪了 沒有錯 使用者附會 非常的正確 可是人民的小確幸 沒有了 然後他聽到的是 補助了客運業者 沒有 我們並沒有把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做這個連結 來 沒有 那你告訴我 那你夜間收費了 收了多少錢 對 剛才大概也估計 我們剛剛聽到了 補助了客運業者 是將近五千萬 四千多萬 但是人民的小確幸 讓你收了多少錢 我們大概三天 目前估計是三千一百萬 那補助的大概是一千八百萬 不過這兩者不是數量的關係 我們這個補助其實來自於 我們的另外的公共運輸 是 是 部長 我們慢慢來檢討 我要告訴你的是 人民的感受 人民的感受 來 我們來檢討 第一 你讓人民不要夜間開車 說這樣比較危險 OK 我們也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生理時鐘 可是你知道客運司機 因為你的政策 客運業者就是那麼多司機啊 這次甚至還要掉普通一般 不是平常的客運業者的遊覽車來支援啊 然後這些司機夜間開車的時數有沒有增加 客運司機上面載的這些客人更多耶 這個安全性你有沒有評估在內 報委員 這一點可能您應該有一個 相信我們在整個客運業經營上面相關的一些檢查 而且客運業他對於夜間本來他就有這個方式的安排 部長 我相信你們的檢查 但是在特殊情況 什麼叫特殊情況 你平常的檢查 人力就是這樣 客運業者不可能因為你的政策的改變 要求增加班次而僱用臨時工 這種大客車是不可能的啊 部長 所以多增加的這些時數怎麼來的 這個要拿出數據就像你今天說 沒有問題 這個一定會在納入將來更完整的檢討 我一定要跟您強調 大客車的司機他在這個輪班上面 其實不管是機遇勞機法 或是我們自己公路客運的監督 都不會讓他們疲勞駕駛 部長 從大數據 大車子他其實變換車道的那個危險性 是遠小於小客車那樣子的一個情形的 所以這些情況都會使得搭乘公共運輸 其實相對相對 我要求你拿出數據嘛 因為我很簡單的邏輯這樣來看 人力沒有增加 那就是時數增加嘛 不然還能夠怎麼樣變出來呢 好 沒有關係 這個請你拿出數據 這個沒有說是讓他這個疲勞駕駛 好 沒有就好 但是人民的感受我剛剛說了 剝奪了小老百姓 小民的小確信 來補助客運樂者 這是人民的感受了 請你考慮一下這個感受 好 那麼我們就來講 再來我們檢討 那為什麼會 運量增加 夜間要收費反而運量增加 你知道為什麼嗎 部長 我覺得應該是大環境 剛才也報告過 大家的車輛的持有增加 然後期望說是用連續假期 同意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動 完全同意 車輛增加這個真的是 我不是說要罵國民黨 這真的是圖利車商 這幾年什麼免貨物稅 光一年免貨物稅 增加24萬輛小客車 這個非常不環保 國家莫名其妙的減掉貨運稅 有的人 我的朋友本來只有一輛車了 趕快再買一輛 不買白不買 買得起了趕快買 因為只有一年 就減了就增加24輛 三年增加130萬輛 這要檢討的就是我們的政策 那再來新政府千萬不要這樣 來 好 那為什麼除了這些以外 我認為還有一個 為什麼夜間車流量會增加 你知道 因為人民在拆 用拆的 我告訴你我也是這樣拆的 我這幾天雖然沒有跑長途 但是 我整天都在聽景廣交通網 因為我是交通委員會的招委 我告訴你我們家小朋友 只要台灣任何的交通有狀況 都指著我說 你要負責 你要管一管 所以我整天都在聽這些車況呢 我感覺 我的感覺跟人民的感覺 我以為夜間會 好跑很多 結果夜間反而更多你知道 因為我如果用路人 好我都花一點錢 我希望順暢 所以他就猜測夜間收費 會比較順暢 結果大家都猜錯 大家都這樣猜大家都上路了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也是增加的理由之一 好 部長 是 大家都在猜怎麼樣避開尖峰時段 這一點 再一次的顯露出 我們公共運輸的不足 來 我們再來看 其實這個現代人 講究的是時效 其實如果真的公共運輸做得好 比如說 我很喜歡回去我留學的地方 叫做維也納 我在那邊念書五年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需要買車 可是我到美國 我一天沒有車我都寸步難行 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沒有像美國這麼嚴重 但是呢 我們要檢討 你所謂的公共運輸 不是只有國道客運 沒錯 部長 我們這樣來說好了 你四天的假期 除了返鄉醒親以外 很多人也想 我四天 總不能再宅在家裡吧 我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我們看 我們檢討一個地方就好 我時間有限 今天 我自己開車 到一個地方 我們不要跑太遠 我們就講九族文化村好了 九族文化村呢 你自己開車 我算過 自己開車 大概就需要多久時間 你知道嗎 部長 你猜 開車的話 自己開車要多少時間 現在這個時段應該 一般的時段 兩個半鐘頭吧 好 兩個半鐘頭 不止啦 三小時二十分 因為他在南投 他在南投 你知道九族文化村吧 在日月潭旁邊 對很好 在日月潭旁邊 你開車以後呢 你還要再轉公路 然後再 才能夠 轉公路 公路呢 還要再走 你快 我幫你算過喔 快的話 完全接了 無縫接軌喔 高鐵接 台鐵接 公路 七個小時 又三分鐘 你如果比較慢一點點 那你可能沒有接到這個 4點51分的 你可能要七個小時 46分鐘 你早上出門 去到那裡 人家剛好關門 報告委員 這個我所了解的 烏日到這個日月潭 已經現在有 國道的這個服務了 他不必再轉高 台鐵到市區再出來 應該不用了 你說烏日可以怎樣 可以直接走 國道的 國道客運的車子 蛤 有客運直接到九族文化村 是是是 到日月潭 到日月潭 日月潭要到九族文化村呢 隔壁而已 隔壁而已 好 從高鐵站 搭那個 搭客運到九族文化村 一天有幾班 跟我報告 他平常的話大概就是 20分鐘到30分鐘 就有一班車 好 好 希望每一個 每一個地方都這樣 我們盡量來這個 你這個information 我在網路上找不到喔 我如果是一個台北人 我要去九族文化村 我要去九族文化村 我找到的資訊是這樣喔 我沒有找到你們 可以的資訊 他大概列為比較屬於觀光 叫做台灣好行 所以這些資料還沒有完全整合起來 這個不夠 你們要去結合一下 好 再來我們還是要講東部 這次你們的實名制呢 做的我覺得還可以 那從實名制裡面 馬上就有人反應說 我不是花蓮台東出生的 我不是UV的開頭 可是我明明就住在那裡 我有戶籍 下次你們要改善 這個你們也答應了 從善如流 非常好 可是呢 我還是覺得 只有兩班車是不對的 為什麼 只有兩班車你就是 要求花東的民眾 只能在你開那兩班車來進出 這樣不好 依你們現在的規範呢 我認為是 已經可以克服 用網路 用這個電子資訊 絕對可以克服 就是每一班車 都可以有一個車廂 或者有多少座位 是保留給花東 移花東 東部的民眾的 我要求要做到這一點 不是只有兩班 你一天只有兩班 或者連續假的時候 給了兩班 你限制了他 他自己個人時間分配的 這種彈性 了解 懂嗎 你了解 局長你了解嗎 部長了解了 局長你了解了嗎 對 那個 就在這一次的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就擴大到 六班 不是擴大到六班 我想委員您的指教 除了是專車以外 就是要有常態化 是 沒有錯 我就是要有常態化 我認為這是應該的 這是保障花東的民眾 他的進出 就是 簡單說 我有急事 我有必要 我要回家 比我要去玩樂更重要一點點 那我們保留 譬如說 每一班車保留一定數量的 留給花東的民眾 或者 一個車廂給花東的民眾 而這些要必須是真正的 東部民眾 對不起我又忘了 移花東 東部的民眾 可以嗎 可以這樣去努力嗎 不要再說什麼兩班六班了好不好 我們在票務系統的改善上面 會把它拉進去 是 是 不然委員是不是有一句話 一定要跟您強調 我們現在並不是說 夜間收費拿來補貼我們客運業者 我們中間其實他另有他的這個 政勳大眾運輸的一些方案 而且不是客運業者 是補貼給民眾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民眾 部長 不是業者 這是民眾給我的反應 我是民意代表 民眾的邏輯就是這樣 民眾的感受就是這樣 不是補貼給客運業者 請你檢討一下 好的好的 想想民眾的感受 好的好的 民眾的邏輯跟感受是這樣 好的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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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成部長 那個賀成部長跟鐵路局州局長 有民眾跟我反應 6月9號晚上 8點20幾分 從花蓮到台北 他們購買不到車票 結果上到車廂裡面 竟然只有他跟他的小孩兩個人在坐 普悠瑪號 247號 列車 所以你們票務系統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好 我剛剛忘了執行 好 謝謝 北上 對北上 只有兩個人坐 我到這邊有照片可以給你 這個你們再請教陳歐破委員 檢討一下 好 好 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월 20號 3號 1號 3號 9 persönlich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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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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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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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來回6個小時以內 各一趟 這個你認為有沒有達到 應該是這次達到 我們剛才的報告裡面也提到了 我們最長是5小時15分鐘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次應該 並沒有說是比以前更惡化 那另外宜蘭台北來回2小時以內 那這個部分您就認為有達到嗎 這次應該也有達到 是吧 有達到嗎 實際上我的了解 我們昨天的回程的時候 其實高層載還提早結束 就是因為其實那個擁擠的情況 已經大為改善了 所以高層載本來是認為說會大塞車 所以高層載還可以提早結束 是 本來認為會到晚上8點 然後我們也提早到7點多 其實5、6點那個就沒有什麼車流了 那我們長官準備之後在7點結束 所以我們就不要部長您來打分數了 所以你認為范次長這兩個承諾 都有算達到 應該是 但是我在我臉書上PO出來的時候 有位網友跟我說 他在首日 他從台北到彰化5個小時 那從早上的9點10分台北出發 到下午的2點10分才到彰化 然後中間休息站他說休息20分鐘 有這種屢次嗎 我想是有的 因為這一次也許像有一部分人會覺得說 首日到下午的時候已經大為緩和 但是早上從差不多6、7點鐘開始 就在部分路段就有塞車 這個都是比以往更提前 因此整個上午大概相對來說交通是比較擁擠的 所以反而是說你北高可能6個小時會到的了 但是你在特殊狀況之下 你從台北到彰化會有發生5個小時的狀況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不是 所以這個部長 我們也相信他的真實的記載 我們並沒有懷疑他的記載 您早上的報告裡面 您早上報告 您有特別提到說 你的所有數據都沒有要粉絲太平嗎 都是完整號 而且我們所報告的確實只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那前後包括地區的路段 它有很多因素 那些我們也實在不能夠在這個時候來掌握 但是我部長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范次長他所承諾的這個部分 他是說在國道上 是的 那現在想要跟部長您請教說 我們的交通管理措施上國道的 您有沒有做阻絕境外的措施 就是說你讓他在砸道前 然後就在市區道路裡面 就塞在那邊不動 這個是我們自己應該要做的一個專業的衡量 不至於說用砸道移控 反而好像是以零為貨 把這個車子拖延到別人的這個車道上面去了 這個事情我們會自我劫志的 都會跟地方政府有協調的 那有沒有不滿 如果是阻絕境外 你就塞在各市區的道路 那這樣應該我認為算是沒有達到 這一次我們應該再來普遍再來去徵詢了解 我不敢講說每一個地方通通都沒有讓他們不滿意 但是我們可能來了解 可能來修正一下我們這些作為 部長在我的經驗上跟我這次的觀察 我認為國道難處理的應該是國道5號 是的 就是北宜的部分 對 那這個部分再麻煩部長說 我們跟宜蘭縣政府這邊 再多溝通 那最後一個問題要請部長跟您請教 來 下一張 端午節的書運方案 我們這一次委員會裡面是支持部長您的事辦 您認為相同的狀況是什麼 跟您預期裡面 我覺得相同的還是在第一天的這個尖峰量 是想像中還是很高 那比較沒有想像到的是 第一天的晚上出遊這麼多 那麼這個部分可能除了大環境因素以外 也代表可能連續假期的一些行為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來進一步了解 所以你認為跟您的事辦方案最大不同 就是你剛剛講的一點 對 就是第一天晚上 好 那最後跟部長請教 下一個連假四天的中秋連假 您還會要事辦嗎 目前交通部絕對不會單獨 在這個時候就妄下結論 那麼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報告裡面提到的 我們願意把我們目前的資料 跟將來書運該有的配套 都請學術單位 以及跟地方政府這個共同構思過以後 我們再來提出來 跟院裡面再來做請教跟討論 相關部會共同來做這件事情 部長 如果您下一次還要事辦的話 那委員會如果同意 我還是會再上路一次 再幫您測試 好的 不敢到 那這一次我相信 我也沒有從蜜羅江跳下去了 但是應該狀況也還沒有到說 我們可以到愛河共有 希望說我們部裡面的會越來越順暢 好的 下一次的我覺得減少民怨 多溝通 那媒體上面的訊息 也可以提早公布好不好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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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應該的 謝謝 謝謝 主席 請要請部長 主席 請邀請 請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請叫部長 就是这个连续假期在国道高速公路上发生这个塞车的状况 今年的端午节是第一次发生吗 每年的连续假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庸舍的路段 那这一次的连续假期有特别严重吗 相对于去年端午节来讲 车流量增加是有严重一些 不过比起其他的包括我们的亲民等等这些来相比的话 不算是更严重 对我们其实我们都看到每逢这个连续假期 国道高速公路上一定会发生塞车的状况 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有民众他从台北开车开到高雄 他开了17个小时 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说每次廉价 国道高速公路上塞车的状况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特别的关注 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骂声连连 你要我回应一下 我想最主要的大家就是认为说 是不是我们有些措施反而使雍舍变得更严重 那么这个措施里面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夜间维持收费以后呢 有车流转移到白天去造成雍舍 那这件事情以我们看到整个车流增加的量 跟这个庸舍的情形来相比的话呢 这个关联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对所以我先送部长一首诗 谢谢 就是这个慧能说过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这个塞车的状况就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每次遇到廉价就是会有塞车的这个状况 当然有特别严重的状况 然后也有就是部分塞车的这个状况 可是因为交通部这次取消了夜间免费的这个措施 所以让大家把这个焦点全部都聚焦在 这一次端午廉价 国道高速公路的这个输运状况 到底塞车的状况会怎么样 所以不是这个媒体把这个塞车放大 而是因为你这个政策的改变 让大家都把目光都聚焦在这里了 所以其实这一次也不是说特别的严重 可是还是有某些路段 在某些时段有塞车的状况 引起民众的抱怨 不过在过去 大概就是说大家塞车 骂一骂过了收价完 大概就是又恢复正常了 可是这次不一样 大家都把账霜到你的头上了 都觉得说你取消了这个夜间免费的这个措施 跟这个塞车是有影响 然后取消了民众的这个小缺席 报告委员 是不是我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我感谢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无一物跟惹尘埃 我们以前不能说是无一物 我们把庸舍如果视为正常 这是一个交通管理单位的 应该要有所了解跟来改善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明明是夜间造势这么高 我们还在这个无一物当中把这个继续让它免费 当成是不做任何作为恐怕也是不应该的 那有没有惹尘埃这件事情 就看大家对于夜间造势这件事情 有没有从我们今后的很多努力上面 大家一起来做功课 让国人在这个上面更加警觉安全这件事情 可能比效益或者塞车来说 不应该那么长久被忽视 其实你基于行车安全的考量 然后不鼓励驾驶人夜间上路 希望降低这个造势率 所以取消夜间免费这样的一个措施 这样的利益很好 我也是肯定的 可是这样的措施取消之后 夜间的流量有比较少吗 没有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高工局也坦诚 就是这个用路人的心态难以掌握 因为夜间选择这夜间上路的车反而更多 所以这个可能跟这个是不是有收费没收费 不一定是有必然的一个关系 对的 所以刚刚就您的回答 本席就是说 其实虽然外面的骂声连连 包括基层很多民众 也是一直针对你这个政策 很有这个意见 不过本席还是愿意 从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交通部这次的一个事半 因为俗话说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当然如果说只是做官的心态 想要保住官位 反正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把这个塞车视为常态 不要去碰它 可是你既然有勇气挑战这个问题 本席也希望你有能力跟魄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因为本席知道说你过去曾经担任台北市政府的交通局局长 不敢当 您在这个交通局局长任内是用一年的时间解决台北市的交通塞车问题吗 没有不敢当 不敢当 没有比远比一年多了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愿意说 希望你从这次的事半 然后来找出这个国道 再连续假期 甚至是平常时候的这个塞车的这个原因 是的 然后来解决 是 那我想请教部长 您有什么这个对策跟方向 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要对于这个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行车的行为 做一些统计性的了解 包括对于短程的 它到底是在哪里发生 什么时段会发生 那么它的处理跟长程的可能处理都会要不一样 这些行为我们要了解 第二就是关于造势在夜间还是这样子居高不下 到底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在这个除了用路人提醒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在其他的管理上面还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些时间 特别是客观的来看看说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交通部过去管理所不及的地方 我们要来努力 对 那因为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次 就是您事办这个业间 取消业间免费的这样子一个措施 那去找出这个塞车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本席所观察 很多的这个国道在很多路段 其实在平常就在塞车了 然后遇到假期更塞 然后其实这个部分像在我们彰化县这个地方我们的乡亲也反映很多次了 那我也提供给那个部长您去思考一下 就是其实在彰化浦岩这个路段 其实在这次的端午节假期这个部分也是用色特别严重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在平常就很塞了 那你们这次有临时开放路间来做一个疏导 那我们地方很多民众是期待说在园林交流道到彰化交流道这个路段 是不是可以去考虑在拓宽 办理这个拓宽的一个工程 我想相关的一些工程手段我们都会尽量的来评估使它改善 是不是顺便跟您报告一下 您讲的确实没有错 像浦岩这个地方就是它非常明显的 因为在靠近这个台中都会区同时跟那个系统交流道很靠近 所以它就会变成说一旦车流稍微有急不拥挤 它就马上会有回堵的情况 像这些情形都是我们要来了解 究竟这个短程的上下交流道的行为 怎么样来做引导 避免它局部塞车 您所了解的可能像我们礼拜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光是在浦岩交流道在尖峰的时候 就将近40%的车流 它其实是短程交流的 像这些东西都是会变成如果能够适当的引导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大家挤在这个高速工程上面 我们会来做多种努力 对那我是希望说像这个局部塞车的路段 是不是交通部可以做一些评估的报告 是的 那因为昨天早上 我有接到我们和美的一个乡亲 她也特别打电话给我 她是反映说她从前天傍晚从高雄回到彰化 她开车开了五个小时 那当然这是她的行车的经验 那她就在建议说 希望交通部这边是不是可以针对 经常在使用国道的一些驾驶人 包括说货运业者 或者是一些可能这是通勤的部分 你们怎么去设定那个对象 然后针对这些用路人 他们平常对整个国道高速公路上 在使用上有些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找出问题来做一个解决 然后希望就是说 我在想就是说相对的从一些道路设施上 或者是说你在整个配套措施 包括说替代道路 要怎么去规划上 然后可以让下一次的这个廉价的时候 我们在书运上能够更畅通 是应该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来发展一些 比较双向的一些服务 包括APP来鼓励他们 把他们的意见让我们多多的了解 另外就是说 其实针对您这次取消业界免费的政策 很多的地方首长一开始也都是表示反对 也建议说 其实任何要增加人民负担的政策 我们都要三思 因为毕竟现在经济真的是不景气 然后很多民众 真的这都是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小确幸 那我们如果说增加他们的负担 这个对他们来说 在经济上都是很大的负担 那包括说您希望用公共运输去疏解这个人潮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 这个你们可能要再去思考 因为像有些朋友跟我反映说 他们如果要来一下 搭火车全家 比如说四口 可能那个车票的钱 就高过他自己开车的钱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这种选择上 在经济的考量上 他们可能就是会选择开车 所以这个都是很多不同的驾驶人 很多不同的一个考量 这个可能交通部在未来 就是针对这一次的一个检讨上 你们可以再进一步去做分析 那在这里 本系也希望再建议部长 就是处事不可任己见 要稀释之理 那我们也误清小事 因为小戏会沉舟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 新政府 新政府是一个大团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任何政策的 要改变之前 要做一个审慎的评估 我们一定要站在民众的一个立场 去思考 不然我们这样一点一滴 是会失去民心的 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 慎重地来建议我们的部长 不敢当 不敢当 谢谢您的指教 我们接着请 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 对不起 我们请宣读第一案 交通部对于端午节 连续假期 国道夜间免收费取消 并实施国道客运全日优惠 根据统计 6月8日夜间 36.5万辆次 比去年端午增加 高达21% 9日白天265万辆次 比去年端午增加7% 连假首日 未能抑制民众 于尖锋时间 开车上路的习惯 转移开车组 改搭客运的效果有限 取消夜间免收费 虽达到交通部夜间 肇事率略降的目标 但夜间测流量不减反征 白天国道135 易拥塞瓶颈路段 塞车情况未能疏解 易剥夺民众的小确幸 民众对该措施不但无感 而且多所抱怨 未来交通部委托 专业学术单位分析 端午廉价疏导措施 应充分考量 用路人开车习惯与心态 以及夜间下国道之后 地区接驳之困难度 以及民众荷包等因素 避免仓储决策决策 这情形冲演 如采取夜间收费 无助于分流 建议未来廉价 应恢复国道 夜间免收费措施 以维护民众福祉 提案人陈雪生 郑天才 简东名言宽 行政部门有意见的 就赶快先自动上来 有意见的赶快上来说 好 赶快 有意见的提案 每一案都自己先上来说 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第一案的部分 因为是一个建议案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 未来廉价延议吧 应延议 好 改成应延议 好 然后这个 第五案是 等一下 一案一案来 第一案改成应延议 第二案请宣读 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 配合端午节廉价 台铁第一班 花东优先实名制 普悠马列车 搭乘率仅约85% 新购票后又退票 未及时再售出所致 事实上端午廉价 花东仍是一票难求 为对于台铁愿意首次事半 仍应给予肯定 鉴于台铁首次实施 花东优先实名制 确实有诸多需检讨改进之处 原要求交通部 应就中秋节廉价提早规划 扩大实施 花东优先实名制 一应以涉及花东身份 UV之民众 及其直系血清为实施对象 二应一实际需求增加班制 三美人限购张数 应试度增加 此实施以网路订票 在台铁客车站及邮局取票 提案人 郑天才 刘昆哲 刘昭豪 简东铭宣论完毕 第一个就是直系血清这部分 我也觉得按常理来讲 去回家看父母亲 那子女可能不在 不在这个花东 那这个部分也许 我们未来在第四代的时候 我们研绎看看 好 那第四个就是修正为实施 第四代票务系统时斗点 然后在 就是在挂服式的部分 就增加到第四代票务系统 好 是 好 第四代 我们票务系统 花东 这个相关的 这个定票跟取票 就可以比较方便 好 我们照 台铁局的修正通过 第三案 请宣读 为因连续假日 民众返乡出游流流流 发生国道塞车问题 交通部应研议 就易塞车廉价之交通输运规划 入海空 各种管道或替代运输方式 并统合地方旅运工具 强化整体公共运输能量 以方便民众利用 达到减少民众私人载具之使用的目的 并于105年7月12日 周二前提出书面报告 送交本委员交通委员会提案人 郑保清 李困泽 刘昭豪 您代话宣读完毕 好 没有意见 我们照案通过 海铁局与原民会将于7月至9月办理 每周五至即周六 各一次加挂车厢载运130人 两天载运260人 协助花东原住民族返乡 参加封年祭仪 鉴于花东是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90%的部落均在7月至9月 举办封年祭等 遂时祭仪 但每周公载运人数仅260人 显然不足 原要求交通部会商原民会则8月其中的一周 例如8月12、13日 改良端午节方式 参着花东当日部落举办封年祭的人数增加占运人数 并网路订票在台铁局各车站购票的方式 事办提案人曾天才锦东名称书月 宣布完毕 好 局长 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要求案的部分 我们是也取得郑委员的同意改成建请案 那么说明下理由就是 有点类似原住民的返乡专车 那么事实上我们跟原委会会保持弹性的说明 那是不是耳后给我们点空间 我们来说我们台铁局来主办 那原则上我们会全力来配合原民会的这样的需求 那就是这个倒数12345 倒数第五行 要求交通部改成建请交通部 修改两个字 谢谢 有政委员有同意 好 改建请 第五案请宣读 国道5号平民至国道3号间疏力限制为每小时80公里 苏澳至平民为每小时90公里 依照观察有很多车辆行车疏力为70多公里 虽有10公里的宽容值 但少有车辆使用 因而造成车辆一出雪山隧道 车辆速度由90公里 立即减为80公里 也影响交通顺畅与安全 国道5号既属高速公路 道路设计皆由同意规范设计 则应有同意行车疏力规范 原提案要求交通部应将国道5号平民至国道3号段 统一行车疏力为每小时90公里 避免驾驶人混淆行车疏力 造成该路段常见之拥塞 以促进行旅安全顺畅 提案人陈欧波陈选生 保清刘兆豪宣论完毕 请说 跟委员报告一下 跟赵伟大会报告一下 有关第5案陈欧波委员的提案 刚才已经有跟陈委员讨论 而且获得他的同意 所以我们相关的文字 做以下的一个修正 就是在这个原提案要求交通部的后面 加两个字 就是原提案要求交通部研议 然后到最后面呢 因为刚才在答选的时候呢 部理头部长已经同意在一个月内 提出书面报告 所以在最后面加一句 斗点加斗点 并在一个月内提出可行性书面报告 那相关的文字已经跟委员沟通过了 他说言议也不要 好 那照交通部的修正通过 这里有多一个案第6案 请宣读 建议 建议 连续假期期间返乡人口众多 国道公路运输明显不负需求 建议 交通部 针对高铁台铁及空运 比照国道客运补助方式 提供相关补助措施 以达到交通分流的效果 天安人 郑保清 陈述月 赵正宇 宣诺完毕 好 建议 就照建议案了 好 我们照这样通过 我们接下来继续执行 请建东民委员直讯 主席 议会人员 有请部长 检委员好 部长你好 针对这次端午节 联系假期 交通 整个宿运的检讨 针对这个国道的部分 当然 部长刚才已经提到 也很多委员也提到 塞车好像是一个常态 从几年来 几乎 在联系假期的过程当中 几乎都塞车 但是 刚才部长提到说 我们总要有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 处理 让这个塞车能够减少到最低 这次 这次我几乎都经过国道 在南部 国山 然后到王肯定这条道路 连续十天我都经过这条道路 几乎都塞车 但是刚才听到 部长也提到你的政策 能够提高有关大众用运输 尽量能够搭乘 公共用出的这种车辆 我想这个政策是对的了 但是里面有配套 里面有完整的一个交通系统 我想这个是有它的难度 我们知道 我们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墾丁 这是墾丁 游客几乎都集中在墾丁 恒生半岛期发展四横 这是游客 去年游客量就有808万人次 800多万的人次 我们再看看这次 下面的那个照片 是整个墾丁的街上 北凡的这个车辆 动弹不得 这是省道的部分 我们刚才所强调的 大概都是国道 动弹不得 那么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的交通 现在目前的设施 只有省道 只有省道到墾丁 你要请一般的这些游客 坐这个大众的运输的 这个车辆 坐高铁 就到走淫 坐火车 坐火车大概都是仿寮 到仿寮 完毕之后就走南回 就上去了 樊山就上去了 也没有到墾丁 这是火车的部分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呢 也只有到临边这个地方 就到临边 这是有关这个南违铁路的部分 大概樊山就往道武这个地方了 下面这个恒春半岛 就没有火车可以坐 另外我们再看看 刚才的高速公路的部分 高速公路的部分 下面那一张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部分 大概就到临边 就往东港 高速公路 它完工的日期 大概是在民国83年 就已经完工 就到临边 刚才南回铁路 是在民国80年 就已经蓬了 但是都没有到横春这个地方 那么到横春墾丁这一带的游客 在地的话 在地的大概都不 很少 在联系假期的时候 到那边去游玩 都是中北部的 大概都是中北部的游客 到墾丁 而且始终 这个人数跟测量 逐年都在增加 所以不晓得部长 针对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要鼓励他们 做这个大宗的运输 交通的工具 那很难嘛 几乎很难 你坐到临边 你下一段 你怎么办 国道 你坐火车 坐到访聊 下一段你怎么办 你这个转 转程 刚才部长也提到 这个转程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转程 所以我想整个交通量 能够稍微这个输解 这个交通直接 能够延伸到 恒春这一带 有它的必要性 不晓得我们交通部 针对这一点 有没有怎么样的过程 这个报告检委员 这个我想用建设的方式 一定是最直接有效的作为 但他当然所需要的经费 跟评估就要比较久时间 在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会要在这个 转秤上面来给他一些 进一步的改善 我所知道现在从左营车站这边 就有这个不止一般的 这个客运车 可以服务到恒春 或者是墾丁这个地方来 那进一步 在我们今天报告里面 也请您指教 我们可能也会针对一些 地区的租车业 我们也来跟他做结合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 有一些家庭出游 如果是有老人家的时候 他真的在这个转秤当中 他的行动不方便 或者他不止一两次要上下车 对他不方便的时候 假如有一些租车业 可以来跟我们的一些 像高铁或者台铁做结合的话 我们也会在将来来多元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去做转秤 部长 目前你这样的这种过想 实际上是这个很难 不容易 我们应该还是还有努力的余地 因为你假如说 在高铁虽然有这个接驳 再加上你假如说 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做一个转秤 实际上那个交通 那个车辆就没有 完完全全就靠一个台一线 就一个台一线 省到 这么多的游客的情况之下 唯一真的能够解决的方式 还是把铁路尽快能够延伸到 恒生半岛这个地方 另外高速公路看看能不能再延伸 因为经过将近20年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交通部没有这样的规划 现在在特别墾丁这个地方的旅游庸设 其实还是有它的特别的时段性 那也会有一些方向性 这个都让我们还有一点管理的余地 您刚刚提到建设的方向 我们当然会来做评估了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们应该还是要尽量用 加强营运的方式来先帮民众改善一下 现在我先请教一下 上一次我们这个铁路级 铁路级又延伸 这个观光列车 观光列车到恒村这一带的 整个规划现在目前状况如何 因为这个火车能够到达恒村这一带的话 然后再到那边来租车 在当地来做一个理由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 有这一类的研究 我是不是让高铁局来给您做报告 高铁局来说明一下 因为上次你们就提到有这样的过想 进度如何 报告检委员 这个我们有提出来相关的路线报告 那现在我们正在跟营运单 我们考虑营运单位的事情 所以正在跟台铁局这边 在做一些未来营运上面的 这些相关的恰散 就是说工程上 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个研究成果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什么时候你们有会有会有 对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协商的结果报到 报到交通部 按照我们行政程序 你们的最近是什么时候 最近 大概我们最近应该是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我们才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没有住在那边 不了解那边的些辛苦 我们刚好 我刚好就住在那一带 我住在丰岗那一带 所以每次廉价 我们这个整个交通的 塞车的情况 相当严重 因为就一个台线 就一个台线 没有其他的替代的道路 所以这一点 要想我们交通部 不能够给予重视 好 了解 另外因为月间 就是取消收费的问题 大概我们交通部的考量 都是交通安全方面的指标 是 减少夜间的行驶 这样的做法 这个四天当中 我想部长也看到 大概照射的原因 就按照你们书面上所报告的 就是夜间加上雨天 是 雨天 这个照射比较多 对 而且时间当中有期间 大概都是自撞护烂 或是单车 犯车的事故 我觉得这个 而且你们的判断 大概就是 可能是疲劳 可能是疲劳有关 你们是讲可能的 是 实际上很多种的因素 像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你们这个臭事就很好 像叫胎稳太前 胎稳太前可以掉照 很多很多的照射的因素 都是暴胎 是 是 是 我了解 暴胎照射的因素相当多 而且伤亡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这一点 你们有这样的措施 是针对机车 实际上汽车的部分 应该早就已经实施 早已经实施 一直都有 但是有没有落实的 在做这样的那个 检查的这种动作 我想这个 需要能够做一个彻底的 是的 是的 来一个检讨 现在高速公路休息站 就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服务 谢谢 来问台压的检测 因为这个夜间又加下雨 这个容易打滑 是的 打滑的因素 不单单是晚上 夜间白天照射的原因 可能也都是这样的状况 比较多 也有这种情况 是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胎稳 就是轮胎的这个稳 已经这么前了 我们这些驾驶的人 或者是车航不愿意去把它换 我想你们有没有研究这个原因 这个当然有很多研究 如果我想第一次自己不察觉 第二也许难免有省钱的可能 那这个诸多因素 我们都想办法在我们的检查 跟这个取缔上面来加强 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要检守这个车祸 或是造势的这种因素 这个胎稳的重视 就像你们昨天这首爆的这么大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轮胎 它的价格有的非常贵 但是你们有没有在 规定说这个轮胎 一定要使用怎么样的品牌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一些国陈国陈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规定 跟委员报告 有关轮胎本身 他的一个所谓中美国国家标准 那是经济部标准检业局 他有去定 但是并没有说有特定的品牌 但是很多那个没有品牌的轮胎 你们这多 所以我请教没有品牌的轮胎 这个是不是合法 但是跟委员报告 经济部那边他有要求 这些轮胎他要经过 强制的一个检查 他合格才能够贩售 合格没有品牌的也算合格吗 所以没有品牌 他还是有律定 他还是要经过 要符合他的规范 这一点你们研究一下 这一点你们研究一下 好 谢谢 这个产业的现象 我们要去研究一下 是 谢谢 没有品牌 也要有品质的要求规格 对对对 了解了解 我们接着请林俊宪委员 我们赵正宇委员咨询完以后 我们就做中午的休息 到两点半 谢谢 谢主席 本期邀请部长 贺城部长 请贺城部长 林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辛苦了 哪里 不可以 谢谢 我想端午节假期 民众最关心的 当然是交通问题 那这一次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可能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取消夜间不收费 那部长也自己 就这个事情 有做今天的专题报告 当时要取消夜间不收费 原本主要的考量 是要降低造势率吗 是希望不要在危险的时候 政府还鼓励大家开车 就是降低它的造势率嘛 应该是这样子吧 那这一次看起来 造势率在数字上讲 是有降低一点 那跟去年 就是跟去年 有收费的状况下比 去年是造势几件 它是去年是无收费的 那我们这边的比较起来 如果完全用建数来讲的话 就是每百万公里 今年是0.48 那去年是0.51 我们有略微改善 略微改善 所以这个 去年有两件 没有收费两件 那是第一天 第一天的夜间 那今年也两件 但是去年的车比较少 今年的车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这样来判定 大概造势率有稍微降低 我看你给的数字 去年有36万辆车 造势两件 去年有30万辆 30万辆 那今年是36万辆 同样都是两件 所以这样比起来 造势力是略微有下降 但是 有一点就是 没有取消收费了 也就是夜间要收费了 夜间的车辆反而增加了 也是说民众并没有因为 你收费 那我就不使用道路 他还是要使用 这时候他可能考量的是 希望夜间交通比较顺畅一点的期待 所以取消夜间不收费 夜间的车辆反而变多了 我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呢 那夜间的车辆变多 白天有没有变少 结果我们发现 白天也变多 也就是说 夜间白天 行车数量都增加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而且增加不少 你觉得增加有多少 20% 我们 大概如果总体一天来讲的话 大概是差不多 四天来讲的话 差不多是8% 8% 车辆数增加8% 也就是 其实就算 你这个夜间收不收费 都不会改变 目前的交通状况 很少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优先处理的 应该是交通 拥舍的问题 是的 那这个 其实已经不是你这个夜间收不收费 来解决的 对的 不过报告委员特别要强调 拥舍是我们作为交通工作人员 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 但是应该要来努力的事情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应该怕拥舍 而鼓励民众在选择 不安全的时段开车 这个是政府应该 跟社会来做报告的重点 目前并没有 并没有针对你夜间取消 不收费的 大家对你这个部分有所批评 是 王正宁已经开始实施了 那我觉得可能还在需要有一些的数据吧 对的 我觉得 比如说接下来有中秋节 中秋节接下来有连续假期吗 有 有看了没 也是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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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吗 三天啊 三天对不起 但中秋假期也有三天 但是它也是 我们传统习俗上 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三天 那我想请部长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现在连续假期 尤其重要的民俗节庆 那交通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是 我们交通部要努力的 政府应当要做的 你刚刚也提到了 对的 所以大家都在检讨你这次的时候 那我希望 我们交通部长 那么你认为 在中秋假期 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 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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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报告委员我们刚刚说错了 抱歉 我们招委 我们招委 叶金委员有特别提出 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 那端午节这次也四天 那我想请部长 是 在这里 你认为 中秋假期的时候 会比这次端午节好吗 就过去的统计来讲的话 应该中秋节的出游人 加上返乡 应该会比端午节人多 还要更多 对 所以交通还会更拥肃 这就看我们在刚才所讲到 很多配套的努力 还有一些分析上面 可不可以跟民众做更多 详细的沟通 使得他对于出游的时间 跟这个空间的能够多一些选择 这个就是我要提的 是的 你已经有一次经验了 四天的端午假期 你所谓的配套 铁路 公路 高速公路 等等 配套措施 希望你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 能够检讨这次的缺点 把他做得更好 那当然 一定应该的 所以就算中秋节的车辆会比较多吗 我倒觉得 这次端午节的测量数 比我们预估的应该还要多吧 是的 因为端午节 然后又下雨 结果想不到下了大雨 每天都是大雨 好雨特报 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出门 都回家吗 还是去玩 如果你要去玩的话 看到那个豪雨特报 总是不一定会 照原来的行程 结果 我倒觉得意料之外 这次车辆非常多 它总的车流增加 大概差不多是稳定的 这次最主要是集中的时段 包括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 前一天晚上跟第二天的早上 这个集中的时段 是比平常高很多 所以你有没有信心 中秋节的 交通秩序 车流速等等 中秋节返乡的人 出游的人 会比这一次端午节 能够有进步 在整体交通流畅度上 进步是我们自己应该要 中秋节会比这次端午节好吗 我们进步是自己应该要要求做到的 至于说如何做到 我们会跟相关的学术团体 共同来策划 好 我们希望 我们一次一次的检证 让我们交通部能够 做出更好的一个成绩 是的 其实民众要的是政府 有在做事情 真的有一些配套措施 能够见到成效 是应该的 然后让塞车的人 有点觉得 我们的官员 有了解到 能够苦民所苦 这样的情感 情绪很重要 是 我就觉得你这次就有一点做得不好 你带林权院长去走一段路 然后就说 交通还算顺畅 一路顺畅 我觉得整体 这四天你被骂得最惨 是这一段 是 因为很多塞车的人说 那你来塞塞看 你走的路段是不塞车的 当然你就觉得交通顺畅 我在车阵里面 塞到头疯脑脏 那结果你部长 你们官员讲那种话 就会给用路人 造成这样的一个情绪 他要的是你知道他的痛苦 了解 这个确实是 其实我倒觉得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你突然间 在短期间 你看几百万辆车次 涌出来 第一天好像276万辆次 是的 坦白讲都会拥舍 但是呢 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像铁路公路等等的 其他配套措施 我们当然要做 只是 正我在表达上 在你这一次 我觉得 骂得最惨的 不是你取消夜间不收费 是你那一段 我觉得 在第一天 等车次最多的时候 当产生了 高达276万次的时候 那么多人塞车 很多地方的时速 大概只有1 20公里 听到部长跟行政院长说 交通还算顺畅 当然大家会批评你了 所以 我们希望 在下一次的连续假期 你下一次的考验 一定就是中秋节 是 如果你预估 中秋节的车辆数 还会比端午节更多 那我们倒 是希望交通部真的赶快 能够有 找出更好的方法 应该的 像你这次做的那个 实名制 花东的铁路实名制 我看得到很多的好评 谢谢 我们还跟你努力 像很多人都觉得说 应该 这个早就要做的 像这个就是 以前很简单做了 但为什么不做 新政府 新部长一来就把他做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希望 部长要真正了解民众 民众的需求 你有没有真的在 在假日 开车上 上国道这种的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有没有赛车的经验 这次我自己也有 也有使用这个国道 你自己也有使用 你从哪里 你开哪一段 我只是到新竹 台北开到新竹 对对对对 你在哪一天上去 第二天 第二天上去 对第二天 礼拜五 你觉得呢 那天早上还是塞 还是塞嘛 对 所以你已经 这个国道 你就是礼拜六 第二天是礼拜五的早上 星期五 星期五早上 国道在湖口到新竹这一段 就是真的是经常有 比较车速缓慢 那天还是比我想象中 慢了一点 慢了一点 大概时速多少 大概在那一段坏的时候 应该是大概只有30公里 30公里 时速30公里 对对对 那真的是 机车的速度 是 所以部长是自己开车吗 还是司机帮你看 没有是我家人一起 对 你开车在家人 是家人在开车 回程没有怎么样 但是就是 还是了解 体会一下那种塞在车阵的感觉 没错 所以如果你这样第二天 你都亲身去体验到 塞车的那种 感觉啦 痛苦啦 所以要回想到说你第一天 像林权院长说的 交通一路顺畅 大概你就会体会到 为什么有很多用路人 不体谅我们 了解 他会认为你官员讲了 跟我实际碰到的 根本不一样 了解 就会有这种状况 是是是 希望在未来的 每一次的 类似这样的重大 连续假期 交通部会一次比一次好 应该的 部长 辛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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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席 我们接着请赵正宇委员之讯 谢谢主席 主席请部长 请部长 赵委员好 部长好 我们今天想讨论就是我们端午节交通输运计划的检讨 今天在检讨这个之前我想请教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桃园机场吗 是 公司吗 桃园机场那个我们的自来水管路破裂有没有 对 是怎么样发生情形请说明一下好吗 我是不是让这个肖总经理跟您做报告 好总经理请讲 跟委员报告 是这个施工是范牙施工 昨天下午2点05分 他在施工的时候把这个我们的送水管挖了泪 泪开而已 泪开 那我们还是维持的加压在一二行下 我们维持正常的水的供应 那我们就挑昨天 等于今天凌晨我们是最离风的时段 我们是预计12点半到3点半 预计三个小时可以修 离风的时候来修嘛对不对 对对 因为中间到3点多下大雨 有一点在施工地里那个土质有点瘫荒下来 所以就沿了下来 所以到7点半才全部恢复供水 我想 我请问一下晚上时候破裂嘛对不对 半夜的时候是不是 昨天下午2点多 整个破裂损坏的时候停水是什么时候 我们从12点半开始减压 1点切管 到几点到几点 晚上几点 12点半 12点半开始 那你会不会在那边总经理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 为什么你还没有到 我昨天刚好上午有去 昨天下午我没有在那个地点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现在是新的总经理嘛对不对 我们的部长请你当总经理就是有原因的 因为前面的做不好可能有问题嘛对不对 你既然换了董事长总经理 除了这个状况 你一定要任何一个状况 你都要在原地 不管是半夜 任何个时间对不对 那你今天一般的家庭的用水 楼下一个蓄水塔对不对 楼上不够的时候从楼下抽上去 公司行号大楼都是一样 家庭也是一样 现在自来水规定非常严格 我们机场这么大的公司 他没有出水槽吗 怎么临时马上破 为什么没有 我们就加战 我们有一个细水 那你已经裂开了 你还在加压 难怪要爆裂啊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也要有一个 这么大的地方 不懂我讲什么大理 这么大地方连蓄水槽都没有 那你怎么因应呢 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大楼 都有这种设备 反而你没有 我觉得一个这么大的机场 不要说换了人 换了人也要进入状况嘛 对不对是不是 你今天当总经理 你是执行者是不是 你要马上看了 要督导 你要率先攻行 要赶快在那边啊 是不是 你站那边 你要讲 这总经理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啊 马上过来啊 从头到尾看到 监工看着啊 对不对 要赶快处理 协调 这就是你的能力啊 你协调能力啊 是不是 你不是说你早上来 下午又不来了 半夜那半天破了 你也是要去啊 那民众打电话给我半夜 我要不要去 还是要去啊 是不是 所以说积极度 还有参与度 还有责任还是要加强一点 是 部长 好 你请回总经理 部长 是 那个下一句 那你讲啊 我们 部长 三个考题嘛 第一个 取消夜间收费 降低夜间造势率 这个你有得分了 你自己讲说只有两件嘛 第一天嘛 第二个 取消夜间收费 是否造成白天塞车 失分 但没有失败嘛 第三个 增加大众运输系 那个运能 国道客运 优惠措施 改变用路人的习惯 那也失分了 但是没有失败 那这三项 报告言 这个并不是我的答案 说这个是媒体的 媒体的转述 对对对 也就是你今天有三个 这个问题 也是就你讲的嘛 夜间造势率嘛 对 那个车流的移转嘛 和那个票价的优惠嘛 对不对 那白天是八五折嘛 晚上七五折嘛 对不对 对 那你说第一天 只有两件吗 晚上只有造势两件吗 晚上 当天的晚上 是的 第一天的晚上 我跟你讲 那天晚上我大概十点 十点多吧 接到我们邻居的电话 他是两 我不知道你的数据两件是真的还假的 三点算了 十一点开始 到第二天清晨六点 好那之前的呢 之前的没有算在那个 十一点以前算白天是吧 倒不是啦 而是说我们当时是以那个夜间收不收费的原来的时段来做相较 这样的比较是不是 对 那我跟讲十一点以前也算夜间嘛 是的 也不能说六点以后大概都夜间嘛 了解了解了解 那今天他好好开在路上下雨嘛 我想下雨到很多委员也讲什么路滑啊 那个胎压不够啊 胎纹不够深啊 是不是 他好好无端的开到中间车道 才刚买了新车 才半年 被旁边一个大概比较旧的车 南下他打滑了北上撞他 你懂我意思吗 懂得 转一圈啦 180度撞到他 这个问题啊 我讲了 就像你讲的 夜间真的造势率会比较高 这个我当初也讲我同意 但是我不同意你取消我们夜间收费 为什么 因为大家用路人习惯了 每年每个那个廉价 就是会因为取消我们的那个收费嘛 晚上 那用路人晚上就会去 那你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第二天白天的流量也是很大 晚上也是很大嘛 对不对 36万嘛 比较同期的还是21 那部长跟你讲 你那天讲说 这一次端午节廉价 我本来就要回去 因为我屏东的女婿 我们政委员是高雄的女婿 我跟你讲 我都是开车 我只有这一次没开车 因为就听了你说 晚上夜间要收费 为什么 我是这样子讲 我赶快去买高铁车票 我坐高铁 谢谢 为什么 因为四天年假大家都会回去 我第一次买高铁车票回南部 就这一次 就是因为你讲取消这个优惠 我都怕了 赶快 结果一坐 第一天 六点开始就塞车了 高速公路 是不是 那塞车 我自己庆幸说 我十点的高铁 我讲 你看 我看车站也没有很多人 你不是说大众运输 鼓励大家来坐 我这个率先恭喜 我当立法委员 我率先 我自己来去买车票 你讲完我马上买 你知不知道 这四天 为什么我会讲说 你取消这个不好 因为这廉价四天 以前端午节是三天 三天你要回南部的不多 而且端午节并不是什么大日子 中国人三节 中秋还有我们的 像我们的春节 才是最大的 那这一次 我们的中秋 我刚才问了 又是四天价 我跟你讲 一定比这一次更严重 所以说 你一定要 我是给你建议 那我们要实施什么 差别的费率 按照不同的路段 然后时段分配 然后再加强我们的 大众运输系统 来转成 部长站不站成这个方式 非常希望这样子 不过您的第一点讲 按照路段做差别费率 这件事情 恐怕我们还相当的一段分析 才敢提出这样的主张 因为你是交通专家 我是建议你建议 哪里不敢当 我们非常乐建议 跟您的方向一致来努力 我是建议 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 是的 那我就觉得 刚才我讲 我不是讲笑 我是讲实话 那我就觉得 四天假期 这个用路人一定特别多 因为要返乡的人会比较多 因为我有四天 所以我是照一般的民众的角度 所以说部长 我们民意代表跟你建议的时候 建议你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 因为我们平常在外面 跟民众在一起 比较了解说 用路人的习惯 没错 我觉得这个 每个东西要循序渐进 慢慢来 不要一下 我一上任就要取消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讲到马祖的乡亲 这个我老是讲到马祖的乡亲 因为陈议生委员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讲 我们巴得马祖人一万多人 是全台湾最多的 那个可能陈议员委员 他马祖还没有那么多人 我那边比他那边人还多 5万人 我是算可以有投票的 一万多人 如果整个连眷属加起来 四五万人 因为飞机农物 取消班机 你有什么措施 你第一个说加班开班机 也不能开 第二个我们的协调 航运的公司 第三个我们有 我们西洋山洞运输机 来运输 来解决这问题 那个部长你看请那个 我是不是请民航局局长答复 我想那个整个 那个如果天后不好的话 那个飞机不能起降 不能起降的时候 风浪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基本上会有船运 利用船来担任这个宿运的工作 等那个天后转好的时候呢 那个航班我们就会增加 另外呢也会请国防部呢 来提供这个 西洋山洞的飞机来协助 这是有吗 有 这次飞了两个架次 都没有问题了 昨天对 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民众 马祖相信跟我讲 他还滞留在马祖 那个排了很久 有没有 这个补位补很久 我想这个速度应该要快一点 局长谢谢 那部长在 因为剩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一下 我想大家都想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最好少开私家车 那你讲说少开私家车 为什么现在都跑到国道来用路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油便宜了嘛 又有人委员讲什么货物税减免啊 讲了一堆 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也不是很充分的理由 因为还是自己开车比较 第一个比做大众运输系统还比较便宜 那也比较方便 行李拖了一大堆 有没有 像国外很进步 他现在有一个就是 我能坐高铁下去 我们现在货运不是很发达吗 他把他的行李也载过去 有没有 也会拖运过去 这样子他们可能会做的意愿会比较高 如果说带多的物品的时候 如果是少量的是不需要 我觉得很重要 那我们这一次连续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总共开了9999班加班运输20万人 比去年减少18% 你看我们少了钱还比去年少 国道5号还更少了14% 对不对 而且这个宣传 这个宣传力不够 民众不了解说 我们搭乘客运 大众运输系统可以减价 可以有优惠 很多人不晓得 所以说这个宣传力不够 部长你有没有觉得 民众不了解的程度很大 是不是 赵局长呢 赵局长呢 赵局长 跟委员报告 昨天新闻报告的部分 我是从新闻摘录下来的啊 因为昨天的部分 他是用中间的日期 跟去年端午节的最后一天来做比较 那最后一天本来就是量比较大的 那应该是 还好请你说明一下 不然大家认为说 我们这个 我们做这个措施没有用啊 事实上来讲 我们最后一天都有成长 你要说明一下 应成学生招委的要求 再延长一点点 谢谢叶英招委给我这样的机会 本来要下午 那么跟高中部的官员抱歉一下 好不好 好 是不是请我们部长 请部长 陈赵伟好 部长好 这个 你上任二十来天了嘛 对 压力很大嘛 二十来天对 还好还好 我每天都在关心部长 谢谢不敢当 因为我在想你在干什么 我想你的压力应该是蛮大的 不敢当 当然民意代表嘛 我们监督你是应该的 是是是是是是 刚才赵正宇委员啊 你看 他是桃园选出的民意代表 为什么那么关心马祖你知道吗 我们马祖在巴德地区有五万多人 有一万多票 巴德市长的选举啊 跟巴德当地区域的立委选举啊 马祖相信这一万多票的动向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以前民意代表都很少人关心马祖 那么他为什么关心马祖 这是有道理的 很多乡亲去了马祖回不来 有的也回不去 所以他这样子执行以后 他的票也会增加一些 我相信 这就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就是推进民意 我想请问部长 那个宜蘭县县长在前几天 有没有跟您沟通交通问题 您指应该是副县长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嘛 有跟您提吗 没有联络上 但是有请我们的政务次长跟他在做沟通 當然我是不希望 由副县长这样子再 在报纸上面开炮 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县长应该要站出来讲话 是不是 就跟前幾天我打部長的電話有時候不通喔 以前的部長我打電話有打是必通的 我為什麼這樣講 部長你要注意 你在這種交通 交通尖峰時間 你要問誰 你知道 問你的幕僚不一定準 但是你問每一個區域的 桃園 你問桃園的民意代表 嘉義問嘉義的民意代表 你問啦 他一定會告訴你 怎麼樣把交通的問題解決 怎麼樣疏解交通 他一定會告訴你 所以 總算也跟你上了一課 我想今後春節啊 或是任何節慶 我想你多諮詢一下 這些立法委員的意見 不管來歷了 了解了解了解 這個你多問一些啊 是是是 然後再作為決策的參考對你絕對是有所幫助的 是的 是的 那麼 情緒上還好吧 抱一下轟你啊 沒有問題 您放心好了 還穩得住 沉得住氣吧 還好 謝謝謝謝 我今天上來執行為什麼一定要上來 你知道嗎 我要表揚這個 杭政司 還有我們航港局七局長 民航局的林志明局長 還有觀光局的謝偉鈞局長 我們在11號馬祖全天關場喔 全天關場 觀光客多少你知道嗎 最近我們的黑嘴丹風頭燕鷗跟這個藍眼淚啊 曾經有一位市長的夫人想要到馬祖去 他買不到機票 夫妻兩個吵架 他說你這當到市長了弄一張機票弄不到就弄不到 夫妻吵架後來找到我 當然市長夫人要去嘛 我一定成全他 我幫他解決了 我幫他解決了 2800個觀光客在馬祖 然後在11號 全天關場 那麼現在的南風浪是 比北風浪還要來大 比東北季風還強 好這個時候呢 縣長我們的縣長劉正義縣長跟我們焦東局長 打電話給我啊 哇那真是 非常非常的緊張要因應12號的狀況 所以我在11號晚上我在 廈門參加海峽論壇 參加海峽論壇啊我就緊急打電話給我們王次長 因為我打電話給你不一定會通我不敢保證打給王次長 王次長很負責任的態度 我要求他 馬上對當天晚上對國防部 尤其民航局要把公函 在當天晚上要送到國防部 因為什麼 因為12號 馬祖都是一陣雲飄過來啊就關場了 等你飛機返航的時候一陣雲沒有的時候又開場的時候 飛機又回不來了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當天呢這個 我們習局長那邊馬上也緊急做一個處置 那麼我們動用了舊的台馬輪 舊的台馬輪 當天從那邊11號 晚上開船回基隆 晚上開船回基隆 那麼第二天呢 在海上的部分呢動用了 這個台馬資金 還有租用了核富輪 核富輪航港區那邊很像有編了500萬的緊急輸入計劃 我希望這個核富輪 這個也應該列入 緊急輸入計劃 這個錢你們要給好不好 這個錢 齊局長沒問題吧 這個錢你要支付齁 所以我們三條船在跑 所以可見我們舊的台馬輪 舊的台馬輪延售計劃 舊的馬主的交通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也希望舊的台馬輪是不是繼續延售 還是說將來做一個如何海上交通那個替代方案 將來連江先生會向交通部提出來的時候 我也拜託我們賀成部長 能夠 很審慎的來考慮這樣一個政策 然後在 空中交通的部分 我們立龍 加開了9架次 一共9架次 當然前幾天在11號的時候 11號的時候 11號的時候 馬主那邊群眾也因為做海上的交通 大家都在搶位置 搶位置 搶位置 有一點電視上有報導 那麼我也跟劉縣長 我們也在做一些議長 都在商量 我們在政策的方向有沒有錯誤 我們要虛心的檢討 因為那麼多的民眾 群眾為什麼有群信性的一些在網路上的發言 跟現場的一些鼓噪 我想我們政府 都要去做一個檢討 我們也虛心的檢討 當然這一次中央政府對馬主 這個資源的部分 我當然也感謝了 尤其我們航港局 這個民航局 航政司 還有觀光局 我們謝局長對當地的處長 也做了指示 對觀光客的情緒 還有住宿的安排 因為沒有飛機回來以後 問題來了 因為他要退房 沒地方住 會流離失所 沒地方住要住到學校去 這問題很大 這問題很大 那麼馬主 當天的輸運計劃沒那麼厲害 石架利龍 只有720個人 再加上三條船 也不過1000人 也不過1000人 加起來還有七八百個人會有問題 所以昨天的情況 國防部去了兩架 713洞 支援 那麼昨天我從廈門回到金門 金門昨天處置得更好 金門處置得更好 我看到七架 這裡面分別是 利龍航空 還有華航 華信 遠東 富星 都大的飛機 尤其飛大陸的航班現在陸客減少以後 調度到金門 所以民航區這次調度得很好 把大飛機全部到達到金門 小飛機飛馬主 所以這樣的調度就非常好 所以今天 我在想說今天部長來可能被 到立法院來會被譴責 但是 我不是來譴責 然後你不敢當 我們同仁非常感謝您這樣子的提示 這個 也就是說 將來啊 部長您 在 政策 尤其在交通輸運的部分 你多請教一些立法委員 應該 責罵的聲音 可能會 會小一些 是 這個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立法 任何一個公務員 你看看 碰到假期 我想全面總動員民航局 民航局也好 航港局也好 一定都在加班的 部長啊 次長啊 這個跑不掉的 大家在快快樂樂過節啊 你們卻在交通部吃便當 所以我如果再去 再去責難你們啊 哪裡 我也餘心不忍啊 不敢當 所以部長還是給基層公務員多鼓勵一下 是的一定 所以馬組的交通 還需要部長幫忙好不好 好一定一定 今天也謝謝我們 召集員葉委員 給我這樣的時間 因為我校還有事啊 雖然輪到第一個沒辦法來 好不好 謝謝部長 謝謝您對同仁肯定 謝謝我們會加油 好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 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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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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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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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